美丽人生基金会 希望藉由不同主题的探讨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好 那今天因为董事长有事 他待会晚一点会再到 所以他待会讲座结束的时候 再来跟各位打招呼 那这一场讲座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重回人间活着真好 这个主题我想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为什么会谈重回人间 一定是有这样经验的人 才能够谈这样的主题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妙的经验 曾经有过死亡 或者是应该正确讲应该说 冰死的经验 为什么会冰临死亡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冰临死亡 然后冰临死亡之后 重回人间的感觉 当然不仅仅是感觉 之后怎么样去面对人生 对人生的态度啦 或者是在各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都是令我们蛮好奇的 那听说在台湾 有冰临死亡经验的人相当多 一万多吗 十二万多 哇你看 有十二万多 这么多人有冰临死亡的经验 那可能很多人是在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是生病的情况 那有的人是非生病 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有这样的经验 到底一般人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这个也是我们蛮好奇的 那生病的人有这样的经验 之后他的病是不是就好了 那好了之后 是不是有能量可以去帮助别人 这也都是我们今天 演讲的内容当中会去探讨的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周大官文教基金会的副董事长 以及总执行长赵翠惠老师 我们先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他 今天要由他来谈这个主题 他是自己有两次嘛 冰临死亡的经验 所以由他来现身说法 对他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那两次的经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奇妙的经验 然后对他现在的生活人生观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您先请坐 周大官文教基金会的 周爸爸今天也在现场 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他 我们知道周大官文教基金会 做了相当多的公益事业 透过他们的能量 其实在很多方面去帮助 在很多社区有需要协助的人 在这边呢 特别对两位表示敬佩 也表示感谢 那听说周大官文教基金会 也成立了台湾冰死研究中心 或许待会儿 赵总执经理长这边 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冰死研究中心 到底是要研究什么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研究 这样的研究呢 对社会有些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 那赵老师他自己 在多年前 移居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在那边也从事侨教的工作 担任温哥华中文学校的校长 那也创办会文中文学校 以及会文教育中心 所以在那边推动侨教 真的是热心出钱又出力 那他曾经生了一场重病 在生重病的期间 有了这样奇妙的经验 所以这几年来呢 他借由他的著作 借由他的演讲 把这样的经验 让大家分享 那这样的分享经验能够带给 带给各位什么 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好奇 期待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把 时间交给赵老师 请各位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 非常谢谢馆长 出现馆长 真的很谢谢 我当然也很高兴 在这样跟各位 能够在这里见面 有我的同学 有我的姐姐 有我的家人 还有我们大国基金会 刚才讲的周宝宝在这里 还有我们的董事长 也在后面 周妈妈 迎南也在后面 迎南你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周妈妈 我们周大国 我们在基金会的董事长 还在前面是我们孙欣怡 孙小姐是我们的副总执行长 我们是自费鼓掌部队来了 因为不然的话 等一下怕太 太 冷落 我想我应该站在上面来讲的原因是 因为有好多朋友坐在这么旁边 我就只好站在这里来说 不然会看不到 因为今天 来到这里是应美丽人生 董事长就是李清珠小姐的邀请 她在这个之前呢 一而再再二三的叮咛我 就是要我一定要记得 要时间上要掌握得住 尤其要我一定要 把馆长我们两个人两点就在那边开始备战状态 然后我们两个讲说 那个庆祝真是自己紧张死了 她自己今天中午有要事在身 赶不过来 她就很懊恼 她一直在讲 可是她的那种办事的态度 让你很感动 这个人 我想她一定也死过 才会这样子活过来的人 她呢 给我很感动的地方是 她交代我说 一定要记得 要留半个钟头给大家问问题 她说因为一定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你 请教你 所以你一定要留半个钟头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是两点半到四点半 所以呢 到了四点 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把所谓 濒临死亡 重回人间 活得真好的 一些分享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 今天能够在这里看到大家 是很意外的 因为大家星期天 星期六周末 不好好的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 不好好的去爬山 游山玩水一番 居然会到图书馆来 而且还来听这种关于生命 生与死的问题 可见大家是一个有特别特别的姻缘 才会来到这里 所以我在想说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机会 或者很奇妙的缘由 让大家来到这里的 那来到这里之后 就像刚才我跟苏贤馆长说 我说你的话 如果有很多事情的话 你就去忙你的事情好了 不要一定要留在这里 她说可是不行啊 庆祝没有在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在这里 他们两位真是 因为是协办单位 因为是主办单位 所以我就对他们非常佩服 可是我刚才也夸下海口 我就说 馆长 你不会后悔的 你留下来 听听看 怎么样的一个 瀕临死亡的人 活过来之后 跟你分享他的生命经验 因为 当你跟我一起 分享我的生命经验的同时 你会被我改变 你会有 我送给你的一颗 很奇妙的种子 在你的心里头 他将会发芽 茁壮 然后有一天 你会跟我一样 非常疯狂的热爱生命 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今天在这里 跟大家谈谈 生命的经验 最重要开始的时候 非常恭敬的邀请各位 进入我的生命经验中来 我不能够说 我在做一场演讲 我只能够说 我在做一个分享 我期待的是 各位能够 以你很开放的心 以一种非常非常的 温柔的心 来跟我一起面对 怎么说呢 我很爱用一句话 我说 你的心 就像降落伞一样 如果不打开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把心打开来 让很多新的讯息进来 然后到了你的心中 你就会发觉 哇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有这么多 等着你去发掘的部分 所以今天 我开始跟各位讲 平临死亡 平临死亡 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 在波士顿 我最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一直讲说 当我瀕临死亡的时候 我瀕死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瀕死的时候怎么样 所以当我的分享结束的时候 就有个可爱的小女孩 就举手问我说 赵老师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 你那一次 瀕死的时候 是零下几度 我就知道 错错错 糟糕糟糕 那尤其在国外 其实 瀕临死亡 跟平临死亡 这个字是 一样的读音 就是 靠近死亡的经验 平临绝种 你也可以讲 瀕临绝种 所以它不是 零下几度的问题 平临死亡 而且呢 还有人对 平临死亡 并不能够理解 什么叫做平临死亡 所以有必要跟各位 做一个解释 我举出两个例子来 其实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 尤其在图书馆 这个地方讲 我相信大家 一定阅读过很多的书 所以呢 在这里可以跟各位 分享一下 所谓的平临死亡 这个个案 这个个案实在太有名了 如果大家 在座的朋友们 对临终关怀 比较有兴趣 或者对临终关怀 受入比较深的朋友 你会看一本好书 假如我死时 你不在我身旁 有没有人看过 有人点头 真的很高兴 假如 他这一本书呢 假如 他为什么说 这个是那个 Christina Longker写的 是张老师文化出的 假如我死时 你不在我身旁 他是一个非常感人的 临终关怀 如果大家看的话 可以去看他240页 他提出了这个个案 还有另外一个是 雷九南博士的 回归心的喜悦 雷九南博士 大家知道的多 对 如果你家里有正好 有这本书 那你就看看 回归心的喜悦 你可以翻开150页 他就有提到 也是这个个案 就回归心的喜悦 是宇宙光出的书 还有另外一本 这个就是 立花龙先生写的 叫做平时体验 是方志出的这本书 平时体验 那你可以翻开321页 你就可以看到 也是在讲这个个案 这个个案太有名了 怎么说呢 它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场大车祸 这个车祸的现场呢 有一千多人混乱在那里 纠结在那地方 非常大的车祸 这个时候 很多人死亡 很多人重伤 然后就出去了 就是医生啊 救护车啊 这样子纠结在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年轻人 当场死了 有三位医生 现场就说 这个年轻人 确定死亡了 开了证明书 死亡证明书 就把他准备送到太平间去了 准备送到医院 太平间去了 就正在处理 他的死亡的时候呢 他的车子 就是他的那个 现场的车子 后面六部车 就有一对老夫妻 在那边等 等这个车子 要解除这个 那个 那个意外事故的现场 这个时候呢 老太太就问他的先生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说哎哟 因为前面 有一个年轻人死掉了 那老太太一听到就说 好可怜哦 那我要帮他祷告 这个老太太 他是基督徒 他就很虔诚的帮他祷告 就在他祷告完毕以后 那个年轻人也车走了 然后车子 大家也都可以动了 大家就回家了 过了半年 就有一个年轻人 来敲这对老夫妻家的大门 就问这个老先生说 请问你 因为老先生不认识他 这个年轻人就说 哎呀 请问你 你记不记得半年前 在高速公路发生的车祸呢 三脚下 哎 这个老先生说 记得记得啊 我记得啊 然后他就讲说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的车祸现场非常乱 那个老先生说 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 他说那你记得什么 那老先生说 我记得我前面有个年轻人死掉了 我太太还帮他祷告呢 这年轻人说 我知道 那个 那老先生讲说 我记得的就是这样 最重要就是这个部分 那问那年轻人讲说 可是我们不认识你啊 你来做什么呢 就问这个年轻人 因为是个陌生人 这个年轻人就讲说 因为啊 我就是那天死掉的那个年轻人 都没有人吓到吗 鬼来了啦 那你会讲说 什么事情啊 这年轻人就讲说 因为我就是那天死掉的那年轻人 哇 这个老夫妻 一下就吓呆了 讲说 那 不晓得为什么啊 他讲说 事情是这样的 你不要紧张哦 因为那一天 我当场死亡 这个是平临死亡 在 而且我有三个医生 证明我已经死亡了 已经开了证明书了 可是 我的灵魂离开了肉体 这是个最重要的现象 就是灵魂会离开肉体的 这在平临死亡是很重要的 就是灵魂出体的现象 他说 我的灵魂离开了肉体 我飘在半空中 飘在半空中 这灵魂不是傻瓜 或者不是 什么都不记得 不是有很多人 台湾有很多人 发生了 就是说死亡 然后再活过来 不记得什么的 我们不叫做平临死亡 我们只是他休克状态 或什么 我们不叫做进入 你叫做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NDE的经验 在国外不算 那这个年轻人 他说 我的灵魂离开了肉体 我漂浮在半空中 然后漂浮在半空中呢 他说 因为他有感觉的 他说 我感觉到 你对我的祝福 因为那老太太在帮他祷告嘛 他说 我感觉到你对我的祝福 说 那破案的关键在哪里 他说 所以 我 记下了你的车牌号码 这个灵魂是有记忆的 这灵魂不是傻瓜 他记得 他记得这个车牌号码 然后他送到医院去 当他进入太平间 可是他又被 急救 又活过来了 在医院里头 复健 过了半年的时间 他去找 这个车牌号码主人 他来 谢谢这对老夫妻的 所以这个年轻人 在二倍十三角下 这个年轻人 在医学上 非常有名 各国都拿他这个案例 因为他 他很典型 他还有记忆的 有感觉的 然后他是 灵魂出体的 而且最重要是 在那个混乱的一千多人的现场 他可以分辨出 谁对他祝福 谁对他祷告 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年轻人 是典型的 毕临死亡 那另外 还有一个个案 这个案 比较 有趣 是因为这个是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到目前为止 在台湾 在美国 研究儿童 毕临死亡 非常非常有名的 就是麦尔文摩斯医师 他是 在西雅图 儿童心理医师 非常有名 台湾出了他的好书 就是方志出的 死亡之光 还有呢 西代 原来西代 出了他一本好书 希望的西代 代表的 西代也出了他一本好书 叫 跨越生死之门 讲的都是 儿童的平临死亡 那在这里 有一本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三岁 她有一天 跟她的爸爸讲 她说 爸爸 我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 那一天死掉 我不想回来的 可是呢 我在天上 遇到了哥哥 哥哥说 不行 你若不回家的话 妈妈会疯掉 所以你现在来 我带你去玩一玩 你就赶快回家 所以我就只好回来啦 心不甘情不愿的 就是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 那她爸爸一听到这个 吓一跳 想说天哪 这小女孩在说什么啊 可是呢 又很担心 很紧张 于是呢 第二天 就拿了一堆的照片 跟着小孩子 开始玩认照片的游戏 就跟孩子在说 就说 因为这三年来 这个小孩子才三岁嘛 他从来没有跟小孩子讲说 哎呀 你有你的亲 我们家的亲戚 哪一个是你的 爷爷 哪一个是奶奶 哪一个是叔叔 阿姨 什么照片都没跟着小孩子认过 几乎就是封闭的 他们一家人 好像是把自己关闭起来 完全不对外 不跟外面来往 结果那天 就跟孩子在玩认照片的游戏 一堆的照片 在孩子的面前 结果小孩子就在 一堆的照片里头 他就说 像比方说 这是你的那个 Grandpa Grandma 你的祖父 你的祖母 这是你的 Uncle Paul 你是谁的 谁谁谁 突然间这个孩子 不理会其他照片 就从中间 拿出一张照片说 就是他 他就是我在天上 见到哥哥 Michael 这下他的妈妈 又几乎崩溃了 几乎又崩溃了 原来 这个孩子 这个爸爸 妈妈 于是就带着这个小女孩 去找专门研究 儿童比临死亡的 就是西雅图的 这个麦文摩斯医师 就去请教他 那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这对夫妻 原来是有一个小男孩 真的叫做Michael 然后在一场大车祸里头 意外生故了 死亡 这个妈妈 真的精神崩溃了 就完全 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 惨痛的事实 所以呢 这个爸爸 就带着这个伤心的太太 就离开了 美国的东岸 到美国西岸来 重新开始 绝口不提 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死于车祸 曾经 妈妈曾经因为这件事情 崩溃过 都不再提 等于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封闭起来 不对外 也跟外面很少联络 很少来往 自己一个人 就生下了这个小女孩 那这个小女孩 几乎没有机会 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哥哥 死于车祸 这是最重要的 那问题是 这个小女孩 她告诉她的爸爸说 爸爸 我小的时候死掉 她讲的小的时候 在记载里头 算是最小了 当然利花龙先生 在平时体验里 曾经有讲过 有七个月大 或者两个月大的小孩子 或者出生时候的记忆的 那个就没有像 这个小女孩的 她八个月大的时候 在医院 有过心脏停了 脑死心脏停了的记录 就是她说 她小时候死掉 原来是她八个月大的时候 在医院里头 有记录的 那这个小女孩 各位请教一下 她八个月的时候 她会讲话吗 她不会说话 所以她没有办法 讲说 她那个时候 在天上遇到哥哥 一直到她三岁 她会讲话的时候 她把他讲出来 所以这个小女孩 的平临死亡 也是非常非常的 让人震惊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平临死亡 我想应该也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因为 她非常精彩 而且大家如果 去看她的书的话 这本书 实在是有趣的不得了 非常幽默 就是死亡 奇迹预言 这本书 这本书是 Dane Berkeley 在1975年的时候 就写的这本书 这个家伙 我真的应该要讲她 非常不客气的讲她 因为她是个杀人犯 她专杀人为业的 有一天她好得意 因为她刚刚 暗杀了一个越南中校 杀完了呢 越南中校 25岁 她回家 得意的不得了 回到家以后呢 就打电话给她的 也是胡群狗挡 一群的坏朋友 就打了电话 给她的坏朋友 跟那坏朋友分享 她刚刚杀掉了一个 越南中校 有钱嘛 她是杀手嘛 就这样子讲 雷电脚家 外面 大风雨的 那她的爸爸 就叫她说 Dane 你不要在那个 窗边打电话 窗户打开来 太得意了 再讲讲讲 这个坏小子 当然不理会她父亲 无恶不作 这个家伙 她根本不理会她父亲 就继续在窗边 接电话 讲电话 诶 她就接到 上帝打来的电话 触电了啦 噼里啪 噼里啪 整个人就这样 当场 死在客厅的地上 地毯都烧焦掉了 整个人也像 烤乳猪一样 烧焦掉了 在那时候 救护车来 然后救护车下来的人员 就打赌说 她已经死掉了 我跟你赌十块钱 她死掉了 有人讲说 诶 好像猪 好像烤猪哦 有人讲说 好臭哦 有人讲说 诶 说不定还可以救活过来 诶 我跟你打赌 这些所有情形 当她活过来的时候 她都一一去跟他们讲说 你讲我像乳猪一样 你讲我像什么样 都没有讲错 就好像她当时是 站在外面 看他们大家说什么样 那她呢 当医院来 把她拉回去 拉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发觉她真的死亡了 于是就把她 冻在洞库里头 她的死亡经验 特别很特别 是因为 她冻在洞库里头 那时候呢 她的好朋友 就是刚才那坏小子呢 接她电话的坏小子 赶到医院来 也到医院去看她 这时候医院 把她从洞库里头 拉出来 她脸上盖着白布 已经冰起来了 她已经冰了28分钟 然后呢 那个计时器 已经冰了28分钟 当他们把那个白布 这样子掀开来的时候 这个蛋就 嗨 醒过来了 她就开始讲了117件的预言 到目前为止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 她的117件预言里头 到现在已经100件完全应验 甚至于包括双子星座倒下来 美国双子星座 有没有 9211的双子星座倒下来 还有她在1975年 各位 等于是30年前 她就已经说了 苏尔解体 你想30年前敢讲苏尔解体 大概自己会被抓去解体 然后她那个时候讲 生物植入晶片 然后AIDS的发现 还有乙阿战争 波斯湾战争 所有的都在她的预言里头 那更神奇的事情 她变成一个她心通 她变成一个能够 比方说她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的话 每一个人的心里头 想什么她都知道 你的祖宗八代 她也知道 所以呢 她就是变成一个 很特别很特别的人 那问题是 她是一个 无恶不作的杀手啊 她怎么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呢 那更神奇的是 这个家伙呢 她原来是个坏东西 那如果你再知道 她28分钟去了哪里 你大概更气啊 如果是佛教徒 她会气疯了 因为她说 我那个28分钟呢 我到了一个水晶城市 那呢 有亭台楼阁 有七排 七排的树 有七间房间 七张床 什么都是七 然后呢 还有珍珠座的大门 这样打开来给她看 还有水晶 水晶铺的 那个金砖 穿过一个会发光的大殿 然后呢 我又看到 那个有十三位 发着银蓝色光的人来接我 最后那一个呢 是发深蓝色光的 那你会更气 懂藏传佛教的人就知道了 有十三佛的迎接 而且在中原 在我们的五方佛里头 或者说在西藏杜王记里头 也曾经讲过 第一天会有毕露周那佛 是青色金光的蓝佛来接 天哪 这个家伙是杀人犯 居然还有佛来接他 那那那 到底因果在哪里 到底轮回在哪里 到底所谓的这种的 报应在哪里 可是各位 他特别特别有讲到了 他说当他一死亡的时候 他所有一辈子以来 做过的坏事 甚至于他三岁的时候 抢隔壁小朋友脚踏车 那小朋友哭得死去活来 很难过 他踢隔壁小朋友 他打人家 揍人家 那他刚刚杀完越南中校 越南中校脑袋开花 肉体的痛 他也感觉到了 越南中校的太太知道 先生被暗杀 你说痛不痛 他的父母的痛 他的孩子的痛 他的朋友的痛 全部到他身上来 他说像千刀万刮一样 他从小做过的坏事 他对他的爸爸妈妈 非常的不孝顺 揍妈妈 打爸爸 然后一天到晚恶言相向 这个家伙 所以所有他爸爸妈妈痛 全部到他身上来 那不是上刀山下油锅吗 他说他像被灵尺一样 割割割割了几千万刀 以后 他说让他去看到了水晶城市 然后他回到人间来 回到人间来一样 像救世主一样 开始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过了十四年 他在活过来以后 他完全改变了 他开始去帮助植物人 帮助残障 帮助那些没有办法生活 没办法活动的人 去帮他们做义工 他开始完全改变 十四年后 他再死一次 所以Dane Berkeley 是个非常有名 而且死得最完整的一个家伙 他呢 十四年后再死一次 因为死于他的心脏衰竭 因为他太累太累了 因为他病得太重了 所以他再死一次的时候呢 他所做过的好事 全部回来找他 全部给他感谢 那些尤其植物人 没有办法说话的人 也因为知道 他因为他 冰临死亡 然后这个植物人 就来谢谢书 他说 我真的好感谢你哦 我可不可以麻烦你 就是在他死的时候呢 那个死掉的那个 应该这样说 就是当他冰死的时候 他自己又再到了一个世界 他到了那个世界 那个植物人 他遇到的那个植物人 那植物人 已经死掉的植物人 所以那个植物人 就跟他讲说 我真的好感谢你 可是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我有一串珍珠项链 放在我的哪里哦 你可不可以回去以后 帮我交给我的女儿 那太恐怖了 对 他听起来了 他活过来 他就去跟他的那个女儿 那个植物人的女儿讲说 你妈妈跟我讲说 他的那个珍珠项链 藏在哪里 他没有讲哦 你回家去找哪一个抽屉 在那里 他是要给你的 吓死人了 结果这个讯息是对的 那这个当然关系到灵魂的部分 那这个Dan Bockele 是个非常杰出的 就是说 不管他原来是杀人犯也好 他原来是个小孩 原来是一个平常的年轻人也好 瀕临死亡的经验 不会因为 你有过什么样的教育程度 或者你是男士 女士 年纪 你是怎样子的一个人种 而有差别 病尼死亡在不同的领域里头 他都可能发生 这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可是一定要记得 他是一个可遇 不可求的经验 就是他并不是 我们说他并不是真正的死亡 我们在想说真正死亡的人 可能就是不再回来了嘛 那然后造物者 慈悲到让我们这些人呢 浅叹一下 就到鬼门关前 虚晃一招 有人就想说 到鬼门关前 这样游荡一下 就看一看 探探路就回来了 然后问题 带回来的讯息是什么 那像我自己遇到了 我自己的病尼死亡 我并不晓得 那个之前 我完全不晓得 这个叫什么病尼死亡 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也没有看过这些的书 完全不知道 一片空白 所以当我知道了 这个平尼死亡的经验 是可以 不是只是你自己的 是可以改变人家的时候呢 我才了解说 我愿意去跟人家分享 我愿意去跟人家说 就说我的经验 原来是可以影响别人 跟我一样 得到正向的人生观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个在1994年 盖路普调查 我们那个可爱的甘尼斯令 就是康乃迪克大学的教授 甘尼斯令 他是研究病尼死亡的 他就曾经在1994年 做过全美的地毯市搜索 结果就发现了 光是美国地区 美国有两亿三千万的人口 其中就有 一千三百万人 有这个经验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所以刚才馆长说 我们台湾 我们的周宝宝说 十二万人 那还是客气的 到目前为止 所有有记录的 在不同的州 比方说像南美洲 澳洲 非洲 北美洲 这些地方 日本 东北亚 东南亚 这些有研究 濒临死亡的机构 都曾经做过统计 他们得到一个概略的数字 就是说 百分之六 就是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 有这样的 濒临死亡的经验 我常常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在座听的朋友呢 也很多人 他其实自己也有这个 平临死亡 而自己不知道 所以平临死亡呢 他的经验 他并不是说 一定要生重病的 才会有这个经验 当然不是 就是说 重病跟非重病者的比例 当然是 重病的多 然后呢 身体健康的人 也有机会得到 平临死亡的经验 就是说 当他在睡午觉 或者他有时候 像你觉得自己好像 精神恍惚 好像不晓得为什么 好像 怎么看到自己在下面 到你在那个房间的 那个天花板上 突然间看到自己在下面 在那地方 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或者隔壁的房间 或者隔壁街道对面 或者你突然间想说 我想去看一下我妈妈 就跑去了 然后你就看到你自己的妈妈 或者你自己的亲人 在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另外一个地方 像在那个 有 在平临死亡的这本书里头 就曾经有过 一位医生 他就是这样子 他很想他的母亲 结果他突然间就 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 他在欧洲 他突然间到另外一个国家 他妈妈正在做饭 做那个午餐 然后做的什么材料 煮的饭什么东西 就在做他的菜 穿了什么衣服 后来他回来以后 他就跟他的妈妈讲 他妈妈吓一跳说 你没有在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看到了呢 他就是过去了 看到了 那这个就是离开肉体 就是灵魂出体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们也把它归纳在是 平临死亡的一个 就是靠近死亡的经验的一种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 讲到了就是说 这不同典型的平临死亡 那很感谢去年 去年商周出了一本好书 叫做揭开生死迷 这个揭开生死迷呢 让我们发觉 发现了就是 在这个以前 前年以前呢 我们所接触到的资料 都是讲 很多平临死亡的人 都会看到强光 看到强光之外呢 他又看到了 很美的世界 就是几乎99% 是看到美丽的世界 看到你死去的亲友啊 有很多就像刚才那小女孩 他的哥哥会带他 会跟他讲说 哎呀 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怪妈妈妈会疯掉 可见是不是 往生的亲友在天上 他知道地下发生的事情呢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 我们在世间的人 我们在世间 当你失去 自爱自痛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 他其实在天上 他其实都知道你的心情 所以我们要照顾好 我们自己 否则的话 他们会很担心我们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在讲说 另外 我们在那个 这个是罗默医师 揭开生死迷的 罗默医师 他整理了很多的个案以后 从这300个个案里头 全部都是什么呢 到悲惨的地方去 到很可怕的地方去的人 然后他活过来了 活过来之后 问题是 这些到了很恐怖 像到地狱啊 到那种很可怕的地方去的人 活过来之后 他们一样被改变 就说 他们对生命 一样充满了爱 充满了正向的 就像是 在死亡的时候 见到强光的接引 然后见到那种 亲友来接他 或者是到花园去游玩 这样的人 回来的人 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很特别 很好奇的部分是 为什么 只要 死过 活过来的人 全部改的 而且都改向正向的呢 然后很多的学者 医生 都在研究 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 都只知道 是这样子改变了 而且还有就是说 这些人还会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把它可以归纳为 就像我很喜欢 甘利斯丁讲的一句话 他说因为这个呢 是宇宙心的智慧 就是宇宙 Heart 宇宙的心 它的智慧 它带来的讯息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想是在全世界里头 像在台湾 我们翻译的 还有一本好书呢 就是叫来生 是方志出的 这是最早的第一本 就是 Raymond Moody 这位医生 他写的 是他第一个 创的这个字 就叫做 瀕临死亡 是他创的 就是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是他提出来的 NDE的经验 是他提出来 1975年 他就开始说了 他开始不停地说 是因为他身边 有很多的 这种瀕临死亡的个案 他在他自己 20岁的时候 他是医学院的学生 他就曾经去听 一位Richard 一位医生 理查医生 他讲 他自己的瀕临死亡 那是1967年的事情 瀕临死亡 在1967年的时候 在Richard医师 他在不停地讲的时候 他是一个 这么样德高望重的医生 而他自己在讲的时候 不管 不管人家 对他异样的眼光 他还是在说 在19 你想想看 1960年 离现在快50年前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 讲这个 真是变怪力乱神 好像在说鬼故事一样 可是 理查医生 带来最重要 最重要的讯息 就是死亡之光里头 一再的强调的 就是说 他说 他死过 活过来 他发现 原来 我们来到世间 是来学会 相爱的功夫 这是理查医生 这是最早的 冰冰死亡者 他说的 那是很感人 他带领着 人们母的 人们医生 去探索 什么叫做 冰冰死亡 所以真的说 我们来到世间 真的是来学会 相爱的 像你跟你的 上司 你的上司 你的下属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家人 怎么样相爱呢 所以爱是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原动力 所以在今天 跟大家分享 别人那么多的 死亡经验之后 我想最重要的是 跟大家讲一讲 我自己的 冰冰死亡经验 因为好像 到现在为止 好像就只有 我这个华人 到全世界去讲 讲我自己 怎么死过去 又活过来 怎么死过去 活过来 那我在全世界 大概讲了 已经超过 然后每个地方 我都去了 美国啊 欧洲啊 澳洲啊 还有东北亚 日本啊 东南亚 都讲过了 哪个地方都讲过了 就只有非洲 非洲还没有去讲 是因为 非洲有一位 惠礼法师 他很可爱 有一天 他就跟我讲说 小卫 你什么时候来 我们非洲讲啊 我说 这样子吗 他说 我说那去非洲讲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一听到非洲 老虎狮子在那边 等你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那到非洲去 我说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哎呦 你有什么危险啊 如果飞机 下错地方 你不要紧张啦 飞机 如果你要到马拉威 把你下到刚过去 你不要紧张 他说 还有飞机不飞 那也正常啦 那你就等一下 飞机下错地方 你也不要紧张 然后呢 我们会想办法来找到你啦 我说那如果是老虎狮子 比你先找到我呢 哎呦 我会帮你祝念 那所以呢 非洲还没去 对我来讲 非洲还是一个 很冒险的地方 还没有到那地方 没有去 所以其他地方 我大概都去过了 我在全世界跟大家分享 这个生命经验的同时 我就觉得真的是 学会了很重要很重要的 六字真言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呢 有一个一部电影 接触未来 Contact 这部电影 就是接触未来 这部电影 他讲的那六 这个字 真是让我 就是我走了一遍 回来的最大的感想 就是敬畏 谦卑 盼望 我在跟人家分享 濒临死亡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敬畏 在灵界来往的众生 就十方法界的人 我真的非常敬畏 他们的存在 然后我真的 非常不敢说 自己有那种谦卑的心 而是要再努力学习谦卑 就是所有 没有人定圣天 这句话 我从来觉得 人定圣天 讲这话 太过于狂妄 天是这样子伟大 在那地方 你只有敬畏 他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 去胜过他的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谦卑 敬畏 还有你要怀着 非常大的期盼 盼望 来对待你自己的生命 对待自己的人生 所以当我自己 在1999年的时候 其实我在1999年之前 就生重病 就病 病得非常的奇妙 现在回头想 我的病 真的是 我的家人都在做 我的 我可爱的姐姐在这里 所以他一路陪着我 还有我们周爸爸周妈妈 他心里一路陪着我 就知道 我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头 当然病归病 好像基金会 我照样去跟大官混 还是去跟我们可爱的大官 一起过日子 一起跟大官一起去面对 说基金会有些什么 周爸爸周妈妈妈 一直都非常非常的 有心 你会被他们感动 愿意这样子 付出爱 把大官的精神 发挥出来 那种感动 让我这个 已经靠近死亡边缘的人 还是愿意去努力 所以我那个时候 真的感谢 在1999年 等于说 我其实在1992年 我离开温哥华 我移民到温哥华 然后再回到台湾来 在那时候就生病 1993 94开始生病 那生病就是这样 反正到了晚上 就夜渴 就一直渴 一直渴 渴到就是 吐了满地的浓潭 就是纸巾 这样子一张一张的 几乎半盒纸巾 绝对没有了 那不就是 我常常坐着坐着 就突然间就开始 一直渴 一直渴 渴到都已经开始 吐那种 一吐出来的痰 什么颜色都有 那时候也拿痰去化验 也不晓得是为什么 医生没办法归类说 你这个痰是属于 什么感染 什么细菌 不知道 然后只知道自己 一直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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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轻飘飘的 每天飘过来 飘过去 我都还记得 不过那时候 我最最感谢的 其实还是很感谢 我的孩子 我有两个 非常可爱的孩子 我很爱我的女儿 我常常跟我女儿 讲说 哎呦 小如你知道妈妈 有多爱你吗 我的女儿 我女儿就讲说 哎呦妈妈 你不是爱我啦 你是迷恋我 她是在国外长大 两岁半就到文庚华去 然后回到台湾来 在TS 美国学校上课 然后就是半个 小老外一样 可是好在又回台湾来 终于有点像 中国小孩了 然后慢慢慢慢 到台湾以后 她就 很像 跟我就必须要讲 国语沟通了以后呢 她就开始了解 然后她在台湾这段时间 陪我生病 所以我在讲说 其实我们生病的时候 很重要 就是 我很喜欢 曹佑芳讲的这句话 她说 生病不是惩罚 活着 也不是奖赏 这不过就是一个 你生 你人生里头 会遇到的状况 生病没有什么 可耻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 我的孩子 陪伴我一起生病 陪伴我一起 怎样面对 我那时候很 谢谢我的儿子 我的媛媛 那 做妈妈的心情 我最记得 我那时候生病 要吃药 那个药很可怕 像泥巴一样 那个煮的像糖 不是糖浆 煮的像 泥巴水一样 还在加点肥皂 你就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想试的话 就是把泥巴拿来 煮一煮 然后放点肥皂水进去 就很可怕 我那个时候 每天要吃四次这种药 有一天 傍晚的时候 我儿子回来 就问我了我 想说 妈妈 你今天的药吃了吗 中午 我就 因为我已经瘫在床上 我已经没有办法动了 很累很累 那时候连呼吸 都觉得太辛苦了 因为没有力气嘛 我就瘫在那里 结果呢 我的儿子就坐在我床头边 就问我 你中午的药吃了吗 我就讲 吃了啦 他讲说 为什么如果你吃了 怎么还有三碗 三碗药呢 哎呦 还能跟我算 你知道 我一听一想 哎呦 真的忘记吃了 没有吃到了 那可是我的儿子 也不能那个态度 对不对 一副好像就是来说 你没有吃药 你为什么骗我 就坐在那边讲说 那你如果吃了什么 还有三碗药 就讲 很不客气 那我就看他一下 我就说 忘记了啦 他说 你忘记就忘记啊 你不要骗我 说你吃了 他更气 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对不对 好 那思远远 我想说 哼 怎么可以这样 我就又 已经没有力气了嘛 又不发脾气了 可是他还是很气啊 我就 坐起来 那坐都快坐不住了 我那儿子就把我抱起来 他就抱起来 我他就讲说 妈妈 我就讲说 那就是没有吃 那儿子就忘记了嘛 很难吃啊 不想你去吃吃看 全部都一起骂他 我说 很难吃啊 你去吃吃看 哎哟 那我那儿子就赶快抱着我 讲说 妈妈妈妈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没有吃药就没有吃药 不要生气 然后 就很紧张 就一下子吓到他了 可是因为很气哦 就已经不想吃那个烂药 有那么可怕的药 一吃那药就想要呕吐 然后呢 这个小子又在怪我 那就 心情情绪乱七八糟 生病的人总是很难缠嘛 那我讲完 然后呢 我儿子说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妈妈不要生气 没有吃药就没有吃药 没有关系 那我就这样看他一下 那眼眶红红的 他就讲 我就讲说 因为我跟他讲说 不相信你去吃吃看 他就讲说 妈妈 如果 我帮你吃药 你会好的话 我会去帮你吃 没有用啊 不会好啊 最可恶的事情 他最后讲一句名言 他说 妈妈 你这样子不战而败 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个小子是 五岁出国的 你知道吗 然后回到台湾 在美国学校读书的 那中文没有讲 会几句话的 还会讲一句 算什么英雄好汉 就红着眼眶 走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只要谁跟我讲 毒药 我都愿意吞下去 只要说 医了 病会好的 所以这个力量 其实是很强很强的 就是家人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 这个儿子对我的支持 女儿对我的支持 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你生病了 不要说 骗东骗西 现在台湾有 我们在台湾也好 国外还比较好一点 可是在台湾 我们接触到很多的个案 就很多就是 都不敢讲 都隐瞒 互相隐瞒 然后呢 在医院头去看 甚至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你在外面看 跟医生 医生跟家属讲说 已经最后阶段了 实在没有办法 你就在外面哭得这样 鼻子红 眼睛红 进来对着病人说 哎 你没事没事 医生都说你快好了 骗鬼啦 他躺在那里 看到你红鼻子 红眼睛 他会知道没事吗 他就讲说 我要告诉你 我的什么 别讲 别讲 你一定会好起来 你一定会好起来 绝对不让 临终的病人 有机会 告诉你 他的交代 于是这个交代的黄金期 就错过了 你骗我 我骗你 大家都在骗 所以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其实互相的坦诚 坦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1999年的时候呢 我自己生病 病得很严重 到了8月 7月31号 我从温哥华回来 因为那时候 非常的不好了 我还记得那天下午 其实我那天白天 我还去核心医院 做那个检查 那个检查 很受不了的事 从嘴巴 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光一样 这样子通进去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从肛门那地方 有人在说 很强的光一样 整个通 你整个人是在透明一样 然后他就帮你做那个照相 整个人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一个架子 然后把你整个人翻过来 头到地下 这样脚上面 整个翻过来 再照相 整个差不多了 到了八晚我就回家了 那我知道 我自己大概也差不多了 回到家的时候 8点多 我就记得 我先生就跟我讲说 我帮你做那个拔灌器 灌器 在我的脉搏上面打 那个就放那个 小把布一样的那种 拔灌器 当他把我这样放 放在我的手上 三分钟不到 我就说不行 请你拨下来 因为太痛太痛了 他说可是医生都说 要20分钟啊 气功医生说 要20分钟 才能够拨下来 才有效啊 可是我说不行 因为太痛了 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我那天晚上 已经开始骨肉分离 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形 所以当他把我把 拔灌器拨下来的时候 我其实拨到背的时候 因为在我的背 膏肓的地方 也弄上拔灌器 就是说胸口 背啊 手 那个脉搏的地方 都这样子放着 就当他帮我把背的 拔灌器拨下来的时候 我就昏过去了 我其实就是昏倒在那个床上 因为已经咳了七八年了 已经这样子咳咳咳 每天晚上咳 所以也不能够要求 你自己的先生 还每天守在你的身边 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根本那时候 很多年他都自己住在楼上 睡在楼上 我一个人睡在我自己的房间 所以当他帮我把拔灌器 拔掉的时候呢 他一看我 哎呦睡着了 他就走了 就到楼上去 所以那天晚上 我是独自去面对 这个死亡的过程 当我到了一点多 我醒过来的时候 很可爱哦 我自己起来 就去上洗手间哦 因为是套房 所以我就去上洗手间 再走几步路就可以了 当我一下床 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 我看到自己走出去 就是从身体这样子 一个人出去了 而且东倒西外 走路东倒西外 走了四五步路 哎 然后到哪里去 不晓得 我就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因为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就回来了 然后到了四点多的时候 我再起来一次 那这次我再起来的时候 我又去厕所 当我到厕所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自己坐在马桶上 可是不会害怕 你知道那个人是自己 可是没有打招呼哦 我又回来了 到了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我先生就跟我讲说 哎 你要不要起来喝果菜汁啊 就是差不多像这个杯子 这么大的果菜汁哦 放在那里 他说 那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 很慢地走到 我的那个厨房内 我就坐着 坐着的时候 因为他说 哎呀 我们家的吸管没有了 没有吸管了 你自己拿起来喝好不好 那我就说好啊 因为平常都 你这杯子一拿 就拿起来了 很简单嘛 可是呢 我那天呢 怎样都搬不动 我就一直拿 想要拿起来 可是我怎样都搬不动 这个杯子哦 自己不了解 也没有深究 说为什么 我拿不动这个杯子 算了 我就放下来 我就继续 想说 这样子坐在这里 然后人这么晕 原样东西 一直想从头顶上面冲出去 一直这个头 要裂开来了 受不了 所以我就想算了 我就走了 我就离开这个杯子 离开这个桌子 我就回房间 我回房间的时候呢 会经过我的浴室哦 我就想先进去浴室看一下 去洗个脸好了 因为人这么不舒服 而且觉得脸要裂开来了 接下来我就到浴室里头去 那这边 这个就像那个 一个洗水 洗脸台哦 这个是镜子 因为很大的镜子 那这个是门 我就像进去以后 我就搬着那个洗脸台 我就看 往前面一看 看自己嘛 结果这样子一看 吓死我自己了 因为我的头呢 像猪头一样 我的脸呢 肿都跟猪一样在那里哦 你们有没有看过 猪的眼睛 没有双眼皮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一看到那个脸 天啊 我美丽的大眼睛不见了 因为我的眼睛变成像个 那个 像个凤眼一样 这样 哎哎 两道哦 那一看到 天啊 跟猪的脸一样 吓死我了 然后呢 我就一摸我自己 哎呀 发高烧 滚烫的哦 所以呢 我就搬着呢 因为快晕倒了 这样我就 很大声喊我先生 就叫我先生说 叫他过来看我 我就叫很大声 不理我哦 我就 这个是门嘛 我就这样看他一下 结果他就看我一下 也觉得 他就坐在厨房啊 他就这样看我一下 我就叫他 我就一直讲 一直讲 他也没听到 他没有过来 那我就再看一下自己 不行不行了 我就一摸我自己 发高烧了 很烫嘛 我又再叫他一下 我就再看他 还是没有过来 那到了晚上 我就跟他算账啊 我就说 哎 谢先生 我早上 这样大声叫你 你为什么都不过来 他说 哎 天地良心 我是没有听到你叫我 我是觉得很奇怪 你在厕所 为什么跟我这样 加两次干什么 像小孩子躲猫猫 有没有 像跟你这样 玩猫猫 躲猫 哎呦 我说我还跟你 加两下 我是因为已经痛了 眼睛 眼睛像个 脸像猪一样 那眼睛像凤眼一样 整个人变得这样子 不认识的 好可怕的脸 我就叫你赶快来救救我 来看看我 他说 我真的没有听到你叫我 我是因为觉得你很奇怪 你离开厕所 要回房间的时候 我这样看你走路 怎么不像人在走路啊 所以他过来了 当他过来 他看到我这样 走到那个床的地方 这样一碰到床 我整个人就像娃娃 这样瘫下去了 而且我瘫在那里 全身不会动 完全不能动 哎呀 他就吓一跳了 他说怎么办啊 就赶快打电话给七公老师 七公老师说 快点快点 你让他喝温的盐水好了 那刚才各位 你们记得 我家的吸管没有了 对不对 那我就瘫在床上 怎么办呢 于是我先生 只好下楼去买吸管 他就交代我家的 那管家春兰 就跟他讲说 你请你看好他 就看好我 他要赶快下去买吸管 就在他要下去买吸管 很神奇 我就看着他下楼 而且我看着他到对面 哪个地方去买东西 然后回来 完全看得清清楚楚 那后来 我先生问我 讲说 哎 你那时候在哪里 你怎么会看到 我说 哎 我就在你后面 我其实就 等于是在他后面 看着所有的情况发生 然后他过马路 然后过过来的时候 有个小朋友 骑脚踏车 然后叫他 他也不理人家 他就冲冲 跑进来电梯 然后进电梯的时候 他进电梯 我就回到床上 这边等他了 然后当他回来 拿吸管放在盐水 叫我喝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我一点气都没有 我完全不能够吸 那时候没有办法 我先生就吓一跳 就赶快打电话 给七公老师 说怎么办 怎么办 就那七公老师说 那快快快 让我把脚 泡在温的盐水里好了 就要我把脚泡到温水 这时候呢 他说 那个水呢 要放老姜 粗盐跟酒 然后把我的脚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家没有粗盐 我们家楼上 有一位美女 他家有 所以他就把水桶 粗盐 全部拿下来了 拿下来以后 他们就把我的脚 放进去 因为我整个人 是软软的 所以我先生背着我 然后两边的邻居 抓着我 然后就把我脚 放进去 当他们把我脚 一放进去的时候 我就说 烫 因为那水 对我来讲 是滚烫的 我就说烫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只好 又把那个水 再去拿冷水 来对这个水 因为那个水是温的嘛 他们就穿着拖鞋 在我家的地板走 就在他走路的时候呢 天哪 我的耳朵已经被吵到 这样子 咚咚咚咚咚咚 那个声音哦 之大 我就跟他们讲说 吵 哎呦 他们想说 就 他们自己穿着拖鞋 又把鞋子脱掉了 走路 光着脚走路 走回来 我还说吵 这下子他们想说 后来晚上问我啦 想说 哎小慧 你下次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走路啊 我说大概用滑的才可以 因为走路对我来讲 已经不行了 就咚咚咚咚咚咚 一点小小的声音 我都受不了 不晓得为什么 那好了 那没办法 他们就放水 放水 一直放到水 对他们摸起来 已经冷水了 我还说烫 因为我整个温度变了 我早上的时候 我刚才在那个 那个浴室的时候 我摸我自己的额头 滚烫的时候 就是不对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的 我自己摸我自己 这是滚烫的 那 我先生用他的手摸我呢 他的手是滚的 可见怎么说呢 我这个额头 已经 就是 不正常了 那我的手摸到 它是滚烫的 可见我的手已经冰掉了 有三种温度 正常人的手摸我 正常人的手是滚的 可见我这是冷的 那我自己在摸我自己呢 这里是滚的 那我的手是冰的 所以我从颈部以下 一大早就已经冰掉了 可是我不自觉 我并不知道 当他们把我的脚 放进那个水里 大家觉得是温水 大家觉得是冷水 对我来讲还是烫的 因为我已经是冰冷的 可是我那时候 不懂得这个逻辑 也不懂得去想这个问题 只是知道说 烫 烫 只会这样讲 后来没有办法的 那个七公老师说 那最好了 就把我放下来好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是被他们抓着 这样抓在那个 就是 椅子 那个床上 抓着 然后他们让 我先生 背 靠着我这样子 因为我会东倒西歪的 那这下子 那个七公老师说 把我放下来好了 于是他们就 把我放下来 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当他们 把我放下来的时候 我的骨头 开始剥落 就是我的脊椎骨 开始一截 一截 一截 还有声音 就是这样 砰 砰 就掉到这个皮囊 很清楚 因为我从来 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对我来讲 是第一次 所以我就很认真 感觉它 到底怎么回事 老师说 不痛 只是感觉到了它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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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掉到腰 这地方 五六块 堆在这地方 太难受了 所以呢 因为我是客家人 所以我用母语交代 所以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先生也是客家人 所以呢 我就交代他 还有我的管家 春兰也是客家人 我就跟他们讲说 因为他们 放一个大枕头 在我的肩膀上 让我躺下来 因为他已经 快要到床了 让我整个人软软的 结果他们拿一个大枕头 在我的肩膀 这地方 帮我家 快要放到床的时候 我就讲一句 就是抖一下 客家话 有没有 就是抖嘛 因为我的骨头 乱七八糟 我就希望他 帮我抖一下 这下可精彩了 那我先生就用 他枕头 咬两下 这是很清楚的 骨头开始就裂开了 可是不痛 真的不痛 只是知道说 哎呀完了 一块 一块 就差不多到位置 就没有感觉了 就停了 那我就开始再等 其实因为我 等了很久 这个死亡 我预作准备了很久 我自己生病 病那么久 所以老实讲 并不害怕 只是很新鲜 所以呢 当他们把我这样 放下来 我就开始准备等 在等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很 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的眼泪 那些鼻涕开始流 不停的流 不停的流 流到耳朵都泡了水 那是最难受的地方 就在我这样子 流的这样 到处都试的时候呢 很清楚 因为我还看到 他们一直拿着纸巾 帮我擦眼泪 擦眼泪 一直擦眼泪 还叫我说 哼一下 因为我的鼻涕 一直流 一直流 那我晚上醒来 到晚上 我就跟我的邻居说 我说 Bia 我如果会 哼 我就起来了啦 我就是哼的力气都没有啊 他说 哦 是因为 你一直流鼻涕 我没有办法擦干净 就像小小孩 有没有 如果流鼻涕 你会叫小孩子 来乖 哼一下 你就干净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就一直流出来 眼泪也一直流出来 这时候并不是伤心 我其实一点情绪 都没有在那个时候 这时候呢 我很清楚的 我又离开肉体了 所以灵魂跟肉体之间 绝对有分 有区隔的 我自己这样子 来来去去 这样进进出出 很快乐 而且很自在 我又出来了 我又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躺在那里的 跟坐在床上 蹲在地上 跟在外面客厅的 看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不知道 躺在那里 那个人死掉了 或者躺在那人 是自己 我没有感觉 那个是自己 并不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经验 到现在 我都还很清楚 所以有人问我 讲说 那你这样子跑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 你自己啊 我说有啊 36 22 36的绝代家人啊 大家说 哎呦 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到目前为止 几千万的人 都没有看到 自己长得什么样子 就说灵魂 出体的灵魂 并不晓得 自己长得什么样子 当然日本人 很多日本人讲说 哎呀 他看到自己 有透明的手 有透明的脚 自己是透明人 然后像荣格 他觉得 他自己像 有一个蓝色的线 从他的脚底 脚跟的地方 连到他自己的肉体 他也是感觉而已 他们不知道的 都不知道 没有人确定 知道自己长得 什么样子 只有我说 长得像绝代家人 可是也是假的 没有看到了 老实讲 所以呢 我就这样子 进进出出以后 我又再看到 然后呢 看一看以后呢 我还看到 我家的花园 对 看到很漂亮的景象 可是是家里的 就是我家里的呢 附近的景象 游泳池啊 喷水池啊 花园啊 很漂亮 然后呢 楼下小朋友啊 什么 哎就看得到 结果 也是在新加坡 很可爱 有个小男孩 他鼓足了勇气 在最后就问我 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他就讲了 他就问我 他举手啊 最后他讲说 阿姨 你那天死掉的时候 你跑出去 你有没有看到 人家洗澡啊 我说 小子 没有看到 下次认真看 没有 没有看到什么 洗澡啊 看到什么 没有 就是看到很美的风景 很多冰淀死亡 都是看到很美的景象 那 当我 再回去 进到我的身体里 我说 我又再继续等 他等的时候 很有趣 我的邻居 就跟我讲说 我 从早上 那个时候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眼睛 瞳孔放大 所以我瞳孔放大 一直看向远方 我说 乱讲 我只是眼睛 真大 哪里有瞳孔放大 他说 你一定死掉了 那个眼睛 就是死掉的眼睛 才会这样子看 不知道 因为自己并不晓得 我只知道 我看着远方 还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又起来了 当我这样子起来 我又看到 我自己的背影 开始走 往前走 一直走 一直走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 就差不多像 其实我的感觉 我躺在那里 就差不多走到 花这个地方而已 就是 看到自己在那地方 为什么呢 太美了 那个景象 真是美得不得了 而且整个的环境 是充满了那种 很柔很柔的光 不是所谓的七彩 它是以鹅黄色系为主 那种光 很美 还有呢 有音乐 那个音乐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还有就是衣服 看到很漂亮的衣服 在我的身边 这样飘过来 飘过去的 很多漂亮衣服 就不是很多漂亮 而是那衣服就在旁边 这样子 飘过来 飘过去的 这样 你就看到 这样目不暇急 结果我最记得 有一个报纸 好像中国时报 就说 我 看到很漂亮的仙女 在我的旁边 很多仙女来接我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没有啦 我没有看到人 我真的只看到衣服啦 结果那记者小姐就说 哎哟 小慧姐 你吓死人了 你又不是去布店 你又不是去染房 你那么看布啦 没有看到人 哎呦 不能这样写 不能这样写 这样写不通 所以他们自己自创 决定要写仙女 可是我说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看到人 这个疑问 一直 我讲了 到全世界去讲 讲到第四年 我最记得 我讲到澳洲去了 我就非常感谢 满千法师 我在澳洲南天寺讲的时候 满千法师说 哎哟 小慧 你也不去看一看 大藏经 大藏经 乾隆编了一部 龙藏 龙藏里头 特别就讲到了 人死 到了天界 将有天一 天月相应 我说 哇天哪 可是因为我不晓得 什么叫做天界 我也不晓得 我只知道说 我听到很美的音乐 还有看到很漂亮的衣服 他说那就是天一啦 哎呦 我觉得这个解释太好了 对我来讲 因为我完全 没有预设立场 或者我原先有什么 污染 我没有啊 我就是直觉的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就讲什么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当我这样在里面的时候 还有就是看到 背后 那个最后面最后面是非常强非常强的强光在等我 那个光强到让你知道它比太阳光要强上两千倍 就是你知道那个强光是非常强的 可是你看得到你知道吗 你就很想看基础说那个光的背后是什么 因为太美了 那种吸引你的那种那种力量非常非常大 而且你知道你在爱中间 你是爱的一部分 就像甘利斯林讲的 很多冰死回来的人都觉得自己是爱的一部分 而且体验到那个爱的部分 体验到光带来的爱 这就是真的是你的感觉 当我在那里面的时候 我真是欢喜的不得了 于是呢就一个非常强的念头 就是我想回来跟大家讲 就这个念头说我要回去说 因为从小就是鸡婆心 死过活过来听说变成鸡太婆 更严重了 现在非常严重 然后呢就是别人家的事情比较重要 所以呢 我那种感觉就说 哇这么美的事情 我回来跟大家讲 可是我走不动了 因为走到那里已经走不动了 我就很用力的吸一口气 我就接到了我的肉体 那个一口气这样 就接着我的身体了 所以我就沉沉睡去 大概就睡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那个时候呢 我的亲朋好友都跑来了 都到我身边 我最记得 那个 当然还有像我的那七公老师也赶过来了 我的那很多人都过来到我的身边来 我后来听我姐姐讲 是我姐姐跟我讲的 我并不知道 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 我姐姐那时候也问我 我姐姐问我讲说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跟她讲说 姐 我好像知道 因为我跟我姐姐每天是打八通电话 每天要打八通电话以上 见完面还会继续讲 每天讲个不对 我们从小就讲到大的 那然后呢 我就跟我姐 我姐姐讲说 姐 我好像知道 我是回来带你们怎样回去的 我姐姐说 这样说 我说有吗 我有这样讲吗 她说有 我说啊 怪不得 所以我的朋友 那个时候呢 反正那时候 那天来到我身边的人 我跟他们 约他们喝下午茶 找他们逛街 全部不见了 过了半年多以后 才发觉 我好像又没有这么样的严重 真的要带他们回去 所以呢 就开始跟我恢复往来 否则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敢跟我见面 不敢跟我来往 所以我在想说 我有这么可怕吗 可是并不晓得 自己曾经有这样子的念头 而且是真正的 真实的就是 我是回来陪大家 怎么回去的 而且要回得很轻松 因为我自己 经历了那样的一场以后 那我就觉得 可是当时并不晓得 就是说 我这样子 再活过来 然后再 就这样沉沉睡去 那天下午 我记得那天早上的时候 我自己在这过程中 打电话给幸运大师 因为那天下午 跟幸运大师有约 所以我打电话给师父说 我不能够去了 因为我下午 我正在死亡中 所以呢 就跟大师说 我不去看他了 下午不能去看他了 我先去帮他打点打点 回来再跟他讲 可是那时候 我就听了大师 就在我的耳朵旁边 一直讲说 小慧 不要怕 等我 我马上就到 我就说 大师 我并不害怕 我现在先去帮你看一看 下次 回来 我再告诉你 我就说 你不要担心我 我就 我讲我的 他讲他的 那幸运大师就一再的 重复再三的讲说 小慧 不要怕 不要怕 等我 你不要怕 后来到第二天 大师来看我的时候 他才讲 强调 人灵命中 是最怕的 就是怕 就是不要怕 当你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怕 那怎样 修到你不要怕呢 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 好好的练习 怎么死亡 那当你知道死亡 像我们 我那天下午 我最记得 就是到了傍晚 因为太弱了 我就赶快醒过来 然后打电话给大师说 师父我已经起来了 醒过来了 只是人很弱 他说那我一下子过来看你 我说师父 我不行了 他说那我找一个永荣法师来看我 我非常感谢他 他来看我 然后呢 他一进来 我就跟他讲说 哎呀 我就跟他讲 一二三四五 讲给他听了 他说哎哟 小慧你经历了我们佛家 所讲的所谓四大分解啊 我一听四大分解 我说 他说 对呀 四大 我说那不是地水火风吗 他说对对对 就是地水火风 我说地水火风 我就想一下 哎 我说永荣法师 我知道啊 地就是地震 水就是水灾 火就是火灾 风就是风灾 不是吗 他说哎哟 你在讲什么啦 因为我从小有个很 很棒的外婆 我的外婆非常有学问 他从小就教我 他说一个人哦 不要因为家里环境好 不要因为自己有 是有权 人最不可靠的 就是 人是四大合成的 就是地水火风 那地呢 就是地震 你很有钱对不对 地震一来没有了啦 水灾一冲也没有啦 火一烧也没有啦 所以呢 人就是这个四大合成的啦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一定不能够 以为自己了不起 一定要永远的对人好 要谦卑 要学习 什么都不可以 不可以傲慢 不可以自大 从小这样教我 我就被 教了五十年 地水火风 是地震水灾 火灾 风灾 所以当永荣法师说 天哪 你一大早起来 你一摸自己的额头 滚烫的 你的手 你的肩 你的颈部以下 是冰冷的 你的火就开始分解了 哎哟 我才知道火讲的是温度 最让我 能够 能够理会 能够体会的是 他讲到的地大的分解 在佛经里头讲 地指的就是骨头的分解 我说 蛤 那我是很清楚的 骨头是一块 一块一块掉下来 他说那就是地大 我说哎哟 天哪 还有像水的分解 像眼泪鼻涕 我们还能够理解 对不对 因为眼泪鼻涕就是水 那风就是 吸的那口气 最后 因为他们说 一整个早上 我都没有半点气 完全没有呼吸了 就到最后 突然间讲 吸一口气 这样气回来了 所以我说 天哪 原来地水火风 讲的是这个 这也是开启我说 哎哟 我好像经历了一个 很奇怪的经验 我就决定说 去找找看 为什么 第二天 幸运大师来的时候 跟我讲道的时候 他又再问了一个我 他就讲 他说 我一直 他说我就是师父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 说不要怕 不要怕 他说因为 大师就讲 他说 我们学心经 我知道在座 有很多不见的是佛教徒 可是我正好是个佛教徒 而且我跟随 幸运大师五十年 所以大师就会在这上面教导我 然后在这上面也让我们 不管你是什么教派 我常常就在讲 就是一样的 学习在灵命中时的那一刻的平静 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上帝的接引 或者圣母玛利亚 或者阿拉 或者哪一个宗教的来接引 我们都是一样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是否能够平静下来 能够不害怕 所以大师讲说 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无挂碍 救到你 他说如果一个人 能够心无挂碍 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这是心经里头的教会 他说同样的 像达赖喇嘛 也一再的强调 就说 人如果能够修得 在灵命中时的一句 阿弥陀佛 就够了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什么净土中里头 一直在 金空法师 一直在教导我们的那种 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一直在讲的就是 讲这个 就是让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 不慌乱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很感谢 新大师提到了死亡 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的态度 在这里也送给大家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能够向油脂还乡的喜悦 态度是喜悦的 就像油脂 在外地的油脂 要回家了 回家乡了 对不对 有油脂还乡的喜悦 或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是否能够做到 向囚犯释放的自由 你被关了很久很久 被放出来的 你那种自由的态度 你那种渴望自由 你得到自由 那是非常非常欢喜的 就说你能够向囚犯释放的自由 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可不可以像 了解到 这就像四十的地眼 像春夏秋冬一样 就说 能够像是落叶归根的自然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能够理解 它就是像落叶归根一样 它是自然的 还有呢 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做到像 空山圆月的明镜 大家知道在高山 大山大海 你去看 月亮会显得非常格外的明镜 就说我们的心境 可不可以做到像这样子 就说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能够向游子还乡的喜悦 面对死亡 能够向囚犯释放的自由 面对死亡 能够向落叶归根的自然 面对死亡 能够向空山圆月的明镜 非常的旷达 这个心境 所以面对死亡 其实是要经过练习的 不是每一个人 还有呢 唯一我觉得 值得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所有濒临死亡的人 活过来之后 他带回来的讯息是 死亡 我常常说死亡 就像地平线一样 你不能够因为你看不到 就说它不存在 死亡是存在的 你地平线的另外一头 你不能说看不到 所以就没有了 我们面 可是问题是死亡的后面 死亡后面的那个世界 人往往因为他是为之而恐惧 你害怕他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如果大家都了解了 死亡之后的那个世界 是充满了爱 充满了光明 在等待你的话 你就不会害怕了 那当然也有人提醒我 讲说 哎 你这样到处去这样讲 你会不会鼓励自杀 让那些自杀的人觉得说 哎呦 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这样子 一死就了脱了 我就马上解脱了 一死 就死一死就好了 不对的 真的更神奇的事情是 只要有自杀倾向的人 听我们在分享这个濒临死亡 几乎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濒临死亡 活过来的人 在县世里头 过得非常悲惨的 自杀回去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 很特别的研究 就说 很多濒临死亡的 因为他都是大灾难 然后他家破人亡 自己也种残 整个没有办法 生活下去的人 就这样拿救济金 或者有的甚至 头上身仓 脚下流浓 都根本就是已经坏透了 身体都坏透 烂透了的人 还在那边热爱生命 还在那边说 哎呀 你一定要爱惜你自己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好好怎么样 那有像 人们Mudy 或Isabelle Cooper 这几位伟大的 临终研究者 就跑去找这些人 讲说 你既然在这现世里头 这么样的辛苦活着 你干嘛不就 自杀回去好了 哎呦 会被骂死 他说你就错了 我们像死过 活过来的人 爱自己的生命 都来不及 叫大家爱 自己的生命 都来不及 怎么会讲这种话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而且更神奇的事情是 只要听过我们 讲过死后世界 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美好的人 跟我们一样被改变 我曾经在台中 有过一场演讲 之后两个月 我就收到他们写给我 那个女儿写给我的信 她说她的妈妈 是习惯性割完 就是说 在一个礼拜里面 就割一刀两刀 他们家已经被控 那种重度忧郁 这个母亲 这两年多内 她已经这样进出医院 不晓得多少次了 全家都已经这样子 每天有个人在旁边 她甚至很想看电视 看一看这样 手这样 已经把所有的 连那个像 那个塑胶的刀子 刀叉都不能放在她身边 她就可能 甚至指甲长长一点 她就留一个指甲 留长一点 来割她自己都做 什么事都做 变成习惯性了 她说那天来听我演讲 她说 阿姨 两个月 我妈妈一次都没有再割过自己了 她说 这就是你讲的 她开始现在还疯狂的 去跟隔壁的欧巴桑讲说 她以前这些事情都是错的 她不应该这样子 她就开始去 妈祖庙去做义工 去做什么了 我说 太好了 因为 自杀 当然是在 中断自己的生命 是不被允许的 在灵魂转世的 这个原则里头 它是不被允许的事情 那我们在想说 当我们去跟大家分享之后 我们改变了人家的想法 所以不担心 当你了解死后的世界 充满了美 充满了 制服 非常幸福的感觉的时候 你会更有力量 活在现实中 所以当 自己有过这样的 病情死亡的以后呢 活过来以后 我开始疯狂阅读 这个部分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 在 我刚才 我来到这个 图书馆的时候 就有讲 阅读开始走 对不对 起步走 阅读 我觉得阅读 是让你 非常非常美好的 一件事情 我很爱 一句话 他说 读书 读书就是 读懂 读名 读做一个人 读名一点理 读物一份源 读懂一颗心 阅读是 非常非常美的 一件事情 而且我最爱的 就是说 你阅读 你不觉得吗 你翻开一本书 你就读懂了一颗心 因为那是作者的心 他把他的心 全然为你开放 为你开启 他把他的智慧 全然为你展开 那种的感动 你可以读懂 他的一颗心 还有像说 阅读 我很爱 红兰女士 讲的一句话 红兰 这位伟大的 我们曾志朗先生的 夫人 那个红兰女士 她讲的就很好 她说阅读 我们阅读 是累积我们的背景知识 背景知识 就是智慧的音价 对不对 当你读读读 你广泛阅读 读好以后呢 你的智慧自然就产生了 所以阅读是一个基础 所以当我活过来以后 就发觉 我的生命里头 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当然 阅读与思考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那我第一个就是 净化的真爱 就是干净的 非常干净的爱 就是热爱自己的生命 就我们基金会 我们大观基金会 最重要的三个 就是说你热爱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好 来尊重别人生命 你要对别人好 还有呢 你要维护着 整个地球的大生命 跟地球好 然后这个就是 怎样 这是一份最大的爱 对不对 怎样爱自己 爱别人 爱整个赖以为生的地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是净化的真爱 我常常说 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 如果能够了解 能够全然接纳自己 独一无二的自己 你不要再给自己 太多的条件 太多的要求了 你就好好接纳 自己这个现状 然后从这里出发 开始去努力 认识你自己 自己的不足 你去好好的补足来 然后认识自己 自己的需要 你好好去 降低欲望 减少挫折 然后你可以做 很多的好事 对自己 然后你可以 对别人 你可以给人欢喜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你可以在对别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尽力的 做好这些 然后当然 这是进化的真爱 还有呢 你就了解到了 真诚的助人 怎样的去帮助人家 而且是无条件的 我非常爱 那个所谓的爱的大事 就是 李奥巴斯卡利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爱生命与学习 这本书 是那个 红建权基金会 他出的 二十年前就看过他 现在在重看 也是非常的感动 那个巴斯卡利 讲了一句话 我非常感动 他说 花开 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这句话 你当初一看 一听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话怎样哦 各位你想想看 你会不会因为觉得 你家的 一大早 中午 你实在很喜欢 你家的昙花 你就去跟他讲说 我告诉你 现在赶快开 半夜大家都睡觉 没有人看到你在开 白开了啦 中午大家要回来吃午饭 所以你今天中午赶快开 结果昙花会开给你看吗 没有人理你的 昙花不会理你 他照样晚上半夜 才去开他的花 那玫瑰花 牡丹花 任何的花 可不可以因你的需求 好像比方说 六月天 哦你很喜欢郁金香 你希望郁金香 打开来 就跟他讲说 现在六月天了 现在八月了 九月 哎呦中秋节 我希望看到郁金香 郁金香你赶快开花 没有 他一定春天开花 每一朵花的花期 有他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他在他准备好的时候 他就开花 当他花他整个的能量 已经饱满了 他就释放了 对不对 所以花开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同样的 巴斯卡里的意思说 当我们自己准备好了 你去帮助人家的时候 你就像那个花一样 你自己准备好了 所以你有那个能量 去帮助人家 所以是你自己准备好了 凭什么当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你要人家回报你呢 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推理 对不对 而且是很温馨的 很温暖的 就说当你就像 你就像你自己 像我每次就设想自己就像 因为我非常爱玫瑰花 我就觉得我自己像那个 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我就觉得说 当我准备好的时候 我就展开来 在风中摇曳 那是因为我准备好了 所以当我想去 我可以去帮助人家 去陪伴人家的时候 是因为我准备好了 我有那个时间 我有那个能力 所以我去陪伴你 并不是因为人家好可怜 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如果 能够这样子反应 可以不是逆向思考 而是能够这样子 想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像那个 盛开的花一样 不是为了取悦于别人 所以我们没有条件 要求人家回报你 那第三个 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部分 就是我讲的 强烈的求知 就是阅读 当我自己能够这样 疯狂的阅读 然后在这个疯狂的阅读中间 能够吸取一些别人的经验 然后就能够在这中间 得到这么大的那种感动 我真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人 他愿意把他的智慧 集结成策 然后再告诉 让我们去从中间体会 尤其像图书馆 我非常爱图书馆 真的感谢图书馆 所以大家又愿意来到图书馆 那更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在想说 我自己走这样子一趟回来以后 生命带给我的体悟 就是这几样 是一直都震撼着我的 所以我在想说 因为有特别交代我 说今天我们那可爱的庆祝 已经回来了 这样花之招展 这样美丽 迷艳造人 然后呢 你要来讲几句话 对不对 然后刚才我们的馆长有说 说董事长要讲话 然后因为四点 因为我们在四点钟的时候 大家想说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能够跟我提出来 对对对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因为我的老姐在这里 那我最爱的姐姐 她都不晓得 我曾经这样讲过 我要来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各位哦 我 你们明天早上会不会记得我啊 好 那我庆祝你的会不会记得我 明天早上啦 哎呦 你就点头也可以 哎呦好 太好 谢谢 感谢 我一定要说 明天早上 你一定要记得我 怎么说呢 我现在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 这个祝福呢 要靠大家自己去完成 而且是明天早上开始 当明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 我现在用解释 等一下我们练习看看 就说你早上 每天早上起来 我每天都做这种练习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你不要兵荒马乱哦 不要像你隔壁的那个家伙把你踢下床 或者是小狗把你咬醒了 或者闹钟把你闹醒了 你就一兵荒马乱这样子冲到厨房去 做便当 做三明治把该上班的该上学的都都就绪以后 你自己这样子坐在客厅里头像一个鬼一样哦 什么东西都忘记了 这样扫了一根筋哦 千万不可以 每一个人早上起来 不管在多么恐怖的状态中醒过来 都请你给自己三十秒钟 不是想我啦 是想我现在要送给你的这个祝福哦 你就用这三十秒钟 绝对够了 你当你一醒过来 你就想象自己在一个充满了蓝光的环境里 蓝光在色疗法里头是最安全的 是抚平伤痛情绪用的 这可以提出很多的例证跟各位说 可是我们现在就略过 大家只要相信我哦 就是这个蓝呢 你不要 有人就问我讲说 是海军蓝 藏蓝 蓝 蓝蓝 便 就是万里无云的蓝天的蓝 那就是伟大的宇宙送给我们的颜色 就是蓝天 各位多久没有仰望蓝天了呢 当然啦 台北的天空灰蒙蒙 很少看到蓝天 可是各位你有 一定有印象对不对 就是无云的蓝天的蓝色 你就想象那个颜色 就在你的周围 非常美 我有朋友多可爱 他因为想象不出来 所以呢 他就穿蓝色睡衣 然后不然他就是 他的那个 天花板 他的房间的天花板 就贴那个蓝色的那个云 蓝天白云的那个 那个画面 那个照片 想贴 不然就是他在他的床边呢 放个蓝色的水杯 无所不用其极啦 不过都没有关系 你再想象那个蓝天 你就想象自己坐在飞机上的 蓝天白云的蓝天 非常非常的安全 你在这个时候 然后呢 你就可以轻轻的深呼吸 然后就 想象自己在这里 非常的安全 然后你就可以邀请一位 你非常相信 信得过的人 当然 我们都齐请 像我就齐请 观世音菩萨 比较方便嘛 那当然在座 有人是天主教徒 基督徒 都可以 可是我还是拜托各位 就是说 专心一位好不好 就是说 你不要跟我讲说 我星期一 一二三 我请观世音菩萨 四五六 我请耶稣基督 礼拜天 请宾拉登 不可以 拜托你就请一位就好了 很专心的请 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就是你信仰的来源 你非常相信的 有一次在东南亚的时候 有个小朋友 文来 一个小朋友跟我讲说 阿姨我可不可以请我家那只狗 我说为什么 它比我妈妈有用 我叫它都会来 我说那可以 请狗来也可以 知道你相信 你在水生活的时候 救你的这样子 就是一位很重要 那它有非常大的能量 可以帮助你 而且它会把那能量 加持在你身上 会带给你很大的力量 于是我们邀请一位 来到身边 然后你非常的恭敬 你不要讲说 快点 来来 观世音菩萨 你再不来都不理你了 不可以 你要很恭敬的 一早起来 用非常恭敬的心 邀请他来 请他来到你的身边 然后你知道他来了 于是你非常的感谢他 你不要觉得 你应该来的 不可以 要非常感谢他 说他来到 他将要把这力量给你 然后呢 你就第三个深呼吸 你就不要讲说 我告诉你 观世音菩萨 你在管我一个人就好 知道吗 不要管周爸爸 你在管我就可以哦 不可以 一定要有一个慈悲回向的 这种回向 就是你不光是保佑我 同样的 你也要保佑 普天下的众生 让大家跟你一样 平安顺利 就做这种三个 呼吸 三个起请 然后三十秒钟 就够了 然后你就可以起来 你可以去上班上去 都可以 我现在 我是讲过程 那现在我们来练习一次 好不好 设想你早上起来 请各位把你美丽的大眼镜 闭起来 假装现在我们就从早上 我们早上起来 不管是在多么悲惨的状态中 或者多么温馨 你是被轻的这样暖暖的醒来 你都请你让自己有三十秒钟 好好的 安静的 把自己放在一个充满了蓝光的环境里 这个蓝色将带给你非常大的治疗 就是你是 不管你是不安的 伤痛的情绪 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抚平 于是早上在这样子 充满了平静的光中间 你轻轻的深呼吸 邀请一位你心中的信仰 来到你的身边 祈请他 今天一天陪伴你 你今天一天都会非常的平安 于是你第二个深呼吸 因为你接受到了他伟大的加持 这个力量已经在你的身上 我们非常感谢他 轻轻的感受他 然后你第三个深呼吸 我们非常感谢之后 我们祈请这位伟大的力量 能够把他的力量 回向给所有普天下的众生 你周围的每一个人 都跟你一样 今天一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平安 顺利 于是当你做完这三个深呼吸 三个祈请 三个感谢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美丽的大眼睛 睁开来 不到三十秒钟 可是你把这个祝福留下来了 明天开始 带着这个祝福 走进你往后的每一天里面 我相信往后的每一天 各位一定一定会 非常非常的平安顺利 祝福你们大家 也谢谢你们 谢谢 在刚刚这样宁静的氛围当中 我觉得我讲话要特别温柔一点 远远的破坏了这样的气氛 刚刚我们听了赵老师很棒的分享 我发现他很会说故事 从国外的几个濒临死亡的案例 来让我们了解那个相关的状况 而且这几个案例呢 都是非常特别的惊艳 过去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过 这样的分享 尤其是从几本书谈起 这个好像是特别适合在图书馆的演讲 我们特别希望说来演讲的人呢 能够把相关的阅读的经验 好书 相关主题的书介绍给大家 那今天呢 赵老师也特别推荐了几本书 而且从书里头介绍了几个 非常棒的 曾经濒临死亡这样的经验 那当然从这些经验当中呢 再拉到他自己的部分 那不过呢 各位可能跟我一样 有非常多的好奇在里面 因为好像赵老师并没有提到说 后来怎么样了 就是说他曾经有过两次那样经验之后呢 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好的 是跟那两次经验是不是有关 还有就是说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周大观基金会有这样的中心 成立台湾病死研究中心 那是不是有曾经相关的研究指出说 什么样的人他特别会有这样的经验 像赵老师他自己是有长期修行的人 那是不是有长期修行的人 比较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产生等等的 所以可能各位跟我一样的好奇 不过没关系哦 因为接下来你们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尽量的发问 那我觉得刚刚的分享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信 而且是带给大家非常正向的态度 包括接触未来里头的六字真言 各位还记得那六字真言吗 敬畏 谦虚 盼望 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面对死亡的态度 各位还记得吗 刚刚提到的 我要看一下我的小超 要有子还乡的喜悦 囚犯释放的自由 还有落叶归根的自然 空山云月的宁静 我刚刚很认真的在听一下 而且都记下来了哦 当然并不是说要面对死亡才有这样的态度 其实在我们人生很多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面临挫折的时候 那在面临这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有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或许一时当中 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解决 但是我想那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每天早上醒来 怎么样让自己去迎接这一天 藉由一种的力量进入到我们身体 不仅是针对我们自己 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一切的平安顺利 也带给也把这样的平安顺利 带给我们周遭的人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会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赵老师 是我们心里热的掌声来谢谢赵老师 刚刚很棒的分享 请坐 那接下来就把时间开放给各位来问问题咯 好不好 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问题 好 刚才对苏仙问到的 您请坐 要坐着讲吗 这样坐着讲 其实可以站起来讲 坐着讲啥 因为刚才苏仙提到的讲说 那我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其实就是在冰淇死亡有太多太多的个案 就是很多重病的人之后活过来就好了 太多了 90%到95%是好起来 而且再更神奇的事情是 很多冰淇死亡的人 他活过来之后 他原来并没有那种会治 就他自己是重病病人 他反而活过来之后 他会变成可以医疗人家了 他可以帮助人家 就是会带来叫做光之手 在那个穿透生死迷思 也远流出的 如果大家对冰淇死亡有很有兴趣的话 有两本一定一定必须要读的 就是有一位那个瑞典的 Evelyn的一个馆长 他写了一本好书 叫做《流暗花明又一生》 这是必读本 就是跨领域的研究 从神经医学 然后从宗教家 从文学家 跨领域的 这种很特别很特别的 生物医学这样来讨论这个冰淇死亡 这个本书就是 那个《流暗花明又一生》 那另外还有一本书就是 《穿透生死迷思》 这些书里头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那至于说 是不是说 我其实对不起啊 苏先生 我是个非常没有修行的人 然后呢 其实是 他濒临死亡的发生 没有 我刚刚特别要再强调一点 连你的教育程度都不管 才会有什么 杀人犯也会有啊 小孩子也会有啊 他不依你的宗教信仰 肤色 年龄 什么都不管 他就是随机的 好像就让你有了 因为这样子 才更有说服力 才更充满了魅力 也有教皇 当然也有教皇 得到这种病临死亡的经验 所以说 他是一个 还最重要的是 他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不可以讲说 好 我套个那个塑胶袋 来死死看 不可能 就是你要假装死亡 或者自己去摔个半死 没有可能 他不是的 不是你用求给求来的 他就让你得到了 然后这样的话 你回来 你讲的话 就很客观啊 所以就是这样 那可是倒是 平时体验里面 立花龙他倒是有个研究 他曾经分类过 就是说 是有一点点的倾向 可是我并不是觉得说 很认同 他是说 有很多在 有悲惨童年的人 比较容易有濒临死亡 这很特别 就是说 他的童年不是很顺畅的人 才比较有濒临死亡 这是立花龙先生 日本立花龙先生 他在平时体验方志 这本书里头 提到过的 那只有他一个人 提出这样的看法 所以平时体验 是个非常充满的 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无解 王继庆女士讲的 就是因为他无解 所以他充满了魅力 这是人很矛盾 对不对 因为你就是 不晓得 不晓得你真正爱不爱我 所以他拼命去爱人家 然后爱到这样 死去活来就过瘾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 对不知道的 才充满了吸引力 这是很特别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人的一种 很有趣的一个心态 好吗 然后还有说 我们基金会的 那个病死研究中心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收集很多个案 就是大家在 激临死亡 活过来的人 跟我们 跟我们联络 然后他会跟我们 讨论说 他的死亡经验 让我们把它做成记录 然后我们现在 在整理这些资料 汇整这些资料 然后我们分别 去跟大家分享 那这些 有病死经验的人 去跟大家分享 去做 做谈 讲座的时候 把他的生命故事 带出去 给大家很大的回想 很大的激励的作用 这样子 对 我知道我的周宝宝 一定会讲 我们有一本书 就是重新活回来 我们的 远流出的 我们一本的书 整理了一些 台湾激临死亡的 好朋友 他们写的 就是说 重新活回来 这本书 应该做广告 对 重新活回来 对 然后大家如果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 或者是跟远流定 这本书 对 谢谢 好 非常谢谢赵老师 在就刚刚我所提出来 部分做补充 是不是接下来 就请各位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 您曾经有过 这样的经验 愿意做分享 也可以提出来 大家不要客气 因为 我有一次在 在浙江 在恒店区的时候 有一个演讲 也是有一个 一个 就是听完我讲以后 就有一个叫做 我都还记得他的名字 叫雅仙 他就从后面 跑到前面来 不管 他就当着大家的面 他就是 那天有一千多人 因为 哎呀 大陆的演讲 什么没有 人最多 好 就跑到前面来 就抱着 我就哭啊哭啊 哭得很大声 然后我就 我吓了一跳啊 他讲说 老师我跟你讲 我就是你讲的 我就是你讲的 我真的就死掉了 我真的就是死掉了 我说 他说 大家都说我疯了 我就知道 我自己没有疯 原来怎样 他有一天在洗衣服 他洗衣服 在河边洗衣服 就摘下去了 就 他说他摘下去以后呢 他就到了一个地方 四合院 一个大围墙 围墙外面呢 他就听到里面 有人在讲话 就在听 是他的奶奶在讲话 跟他姑姑在讲话 他听到他的声音 他很爱他的奶奶 他就叫他奶奶 他就要冲 要那个围墙 他就要爬围墙过去 因为听到他奶奶声音在里头 他就要爬围墙过去 他正在有那个动作的时候 想不想 那围墙又很高 可他就听到那声音 结果他就突然听到他奶奶讲说 雅仙啊 不要进来了 不要进来 你快点回去吧 叫他回来 可他就很想他 奶奶就想过去 可他奶奶跟他讲说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回去回去 结果他就一直走到围墙 就看到一个门了 门缝那边就看到 他奶奶跟他姑姑在里头聊天 就告诉 就从门缝跟他讲说 回去回去回去 他就回来了 然后我最好奇的问题是 他回来之后怎么样 我就问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提到 我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我就问他的同事 因为那是一个公司 很大的公司 结果我就问说 那我说那雅仙 你有什么不一样呢 没有啊 我哪有什么不一样 他自己讲的那我就问说 那你的公司同事有没有在这里 他说有啊 就在他们一区嘛 来了十几个代表 他还是主任 那我就问他们说 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觉得 雅仙在死过 在活过来 那只不过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 可有不一样了呢 大家就开始讲 他现在是我们的总代表 我们有什么事情 他就调停的 我们谁吵架打架 他就来了啦 没事谁打架 他就站中间给人家打 他站在中间像沙包一样 你要打就打他好了 他就变成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一个人 我说说那人 他想想 也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人格的转变 而且就是往正向的转变 就像我们那本书里头有讲到 林根新医师他也提了 就说在高雄有一个 那个夜市 高雄夜市 他林根新医师高雄凯旋医院的精神科医师 他就讲了 他说就有一天 有一个那个刺龙刺虎 恰龙恰厚 全身这样刺满了刺青的 那个黑 那个大脚头来找他 讲说 哎 医师我是不是疯了 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我以前在夜市的时候 收保护费 我也觉得很正常 可是我车祸发生以后 我就觉得不对 我现在开始去帮那个 阿嬷 收他的垃圾 我帮小孩子 收那个东西 大家都觉得我疯掉了 我不要他们的保护费了 因为他改变了 他完全改变了 所以他自己不晓得 那有很多 这些人以为自己疯了 因为个性完全改变 不过 到现在为止 都知道是改的正向的 没有说什么 变得更坏的 好像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 如果有的 赶快跟我们说 这个就是在那个世界上 可以 可以特别提出来 会很轰动的 到现在为止 都是正向的改变 又是一个故事的分享 水手年来就是有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 好 您请按一下前面的那个麦克风就可以了 我想提的问题是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都是向 农立企业大家拜鼓励 对不对 然后 拜鼓励励就对了 因为我发现听你演讲都是讲 正面的官民 每次活动都很好 但是我们中国人 很多传统的想法都是说 谁要去沿岳网走一趟 那边经过他审判 就是所谓的什么第一 就是类似这种的事情 对那些 还有 对那些 尤其是对那些 不适智的人 他没有办法 你看书 像我妈妈一样 年纪八十多岁了 你所想要看书 根本没办法 还有说共产力经的人 你们能够告诉他说 能够每天早上起来说 这个观世音菩萨 或上爷也好 让你说今天过得都很顺利 那我想这个是 怎么讲 你怎么能让那个 梦天家能够转变这种 观点 怎么对这种 这种 目前逆境的人 或者说 甚至他是比较 不适智的人 或是怀疑这些死会 有来生的人 怎么去转变他们的观点 你的看法是什么 谢谢 OK谢谢你 就像我曾经很多人就问我 他说像你这样到全世界去讲 我还是想站起来讲话 因为就像坐着讲话 我后面呢 我老姐很矮 你知道 所以他要转过来看我 我很不忍心 一定要各位 借你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我姐姐 这个就是我姐姐 对对对 这是像家族一样 在这边分享 还有我的一个 我姐姐的二女儿 袁国 是我自己的宝贝的袁国 他是我的指导老师 我常常会有很多告诉我很多事情 好现在来说一下 像家里人一样 我们在这边讲 其实你刚刚讲的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你像我讲 你说 要怎样让他们相信 我常常讲 他们就会问我 讲说 赵老师 你到全世界上去讲 那如果碰到不相信 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 我一点都不担心 怎么说 你知道吗 佛都度有缘人 对不对 那我们不敢说 我们在说什么 可是我在想 当时机成熟 到的时候 他就会相信 他就懂 还有呢 人家曾经问过荣格 荣格是这么伟大的心理医师 就讲说 你相信上帝吗 问他 他说 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 是我知道他在那里 就说 像这件事情 叫做 我们跟阿嬷讲 像我身边 我常常就跟老人家讲 这个 我的濒临死亡 我只要告诉他 我没有要他去读这些书 可是当我跟他们分享 说 我这个生命经验的时候 他们会能够这样 就知道是这样做 是这样子在做 了解说 原来很多的资料 已经显示了 就像我常会跟大家讲 像佛教徒 我在这边如果讲 佛教徒的 那个修行法的话 大家反对 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在做 不是佛教徒的 让我知道一下 你觉得佛教徒 如果你听到 你不乐意的话 没有 那大家忍受一下 就说 我常跟人家讲到 我就跟很多老菩萨讲的时候 我就讲 我说我们人 因为我一再看那么多的书 不光是西藏渡王经 埃及渡王经 不同门派 不同要拜火教也好 不同宗教的 讲到都是光 我们圣经里头 也讲到荣光 上帝的荣光 光来接引的部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 哎哟 杜王经里头讲 就是说第一天 你一死掉 第一天 毕露遮纳佛 是清色清光 因为他写得非常清楚 第二天是大处如来 会白色白光来接你 第三天是保身如来佛 黄色黄光 第四天呢 是阿弥陀佛 大家最熟的 阿弥陀佛西方籍的世界 红色红光 很多人在等这个光 第五天 不空成就佛 绿色绿光 好了 你死了五天 搞不清楚嘛 第六天 别怕 他全部大家一起来 就最强强的强光 就七七四十九天 在杜王经里头讲说 他们会不停的照 你用强光来接你 强光来接你 所以我就常跟大家讲说 好 不管你信不信 你灵命忠实 看到强光 赶快进去 你说 等等等等 我要去 阿弥陀佛那边 我要等第四天 哦 我喜欢保身如来 我第三天才去 我就拜托大家 进去以后再移民啦 看到光就赶快进去啦 进去以后再说吧 诶 有用诶 你说对那些老菩萨 老人家有没有 就是因为他们 很虔诚的在念佛 念佛 那你就见到光 你不会想说 诶 等一下 我看是地藏王菩萨 还是观世音菩萨 还是 变 赶快进去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 灵魂在转换的时候 那种 在转世的时候的 所有的书 像那个 带来讯息 还有另外一本好书 灵魂转世的奥秘 是冒出的 世界是冒胜的冒 是冒出的 它是Cathie的资料 是在美国 全文 这近三百年 最伟大的通灵者 最伟大的预言家 最伟大的灵魂研究者 他是 非常非常 他是个基督徒 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每一次一催眠 讲的全部是 东方的神秘教派 不是卡帕拉教派 就是佛教的 就是这些教的 醒过来以后 他就恨不得 把自己的舌头 咬断掉 因为他是讲基督的 所以他自己很挣扎 可是他 一催眠的时候 他讲的都是那些 别的教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感觉 他们是通的 那至于好兄弟 至于说到地狱去 到那去 他绝对存在的 就是说我们说 所以我在讲说 那个罗默医师 带回来说 瀕临死亡 有人到了 很恐怖的地方去 他是在的 然后呢 当然你说 在修行上说 他是你 因你的心境而转变的 就是说 你心里头 一直在恐惧 在害怕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那个景象 所以说在活着的时候 要好好地修行 实修的部分就是 你要专心念佛 你要专心地 提醒基督耶稣 你在祷告 你念玫瑰经的时候 你在念圣母玛利亚的时候 你一心不乱地 提醒他们的保佑 你用善念去提醒他 他给你的力量 能量 就是没有办法 无以复加的 他会给你很强 很强的力量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你就算看到好兄弟 我一定要跟各位讲 这一定看得到的 你一定看得到他们 就是说 可是不是说 你运坏了啊 你怎么样 他们来找你 就像还有一本好书 也是商周出的 叫做 刚才讲是揭开生死迷 还有一个是 来自天堂的信息 他讲到 还有永不说 还有另外一本 永不说再见的灵魂 这几本好书 史蒂文森 史蒂文森写的 他都强调的灵魂存在 也强调着说 我们会看到 灵界的 这些十方法界的人的来往 像大家又看那个什么 陈胜英先生 陈胜英博士最近写的 生命不死 他第三本书快要出来的 专门是看到灵界的人 来跟他们交往的部分 来跟你交谈的部分 他都是怀着好意来的 是来告诉你 不是厉鬼来吓你的 除非你曾经做过那种 很恐怖的事情 那我就 我在这里不负责 那至于说 出现的那些灵体 他都是善意而来的 你用善的心对待他 他是善意的 那你说像 地狱里头 所见到的那些恐怖的景象 他是有教化世人的作用 军临死亡的人 到了那个世界 再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游过地府 像有一位 那个叫做 那个灵界见闻路 灵界见闻路这本书呢 就是呢 Swaystamble 他叫Swaystamble 这位先生 十六世纪的一个伟人 他自己到了邻居去走一趟 然后再回到人间来 他也是到了地狱 也到了那种很可怕的那种 很煎熬 很恐怖的地方 那个到处都是那种 黑暗的那些 很冷很恐怖的地方去 那他带回来的讯息 一样是充满了爱的部分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讲的地狱 我相信外国人讲的那种 地狱的景象 当然你相信地狱存在 你不可能不相信天堂 所以呢 那请你往天堂靠 我们到天堂去 你一心这样想着说 你真的把贪嗔痴放下来 就容易到天堂那边去了 是这样子吗 这样子有回答到你吗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 也谢谢刚刚赵老师的回复 我们后面还有一位朋友 要提出问题 请 张老师 都想请问一下 因为中国人讲的 未知生 焉知死 所以说 这个逼你死亡的经验 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然后可遇不可求 所以会造成 人在世的时候 常常会很多苦毒 然后很多埋怨 或自怜自爱 甚至于说 活得不痛不痒 甚至于 甚至于说 到最后没有很大的那个长进 在人生 人生的那个智慧 或者生命的过程中 都没有很多的长进 然后以你过来人的经验 你会给你周遭的人 或者是你要 再来听演讲的听者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讯息说 让他真的活在此刻 然后多多的珍惜 这生命 谢谢 非常谢谢 其实我有一句话送给大家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实用 对我来讲 就是不比较 不计较 好好吃饭 睡觉 活在当下 没有什么好计较 没有什么好比较 一个人当他能够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的时候 他的心就放下来了 他不会在这上面绕圈子了 还有就是 我也很爱的一句话 也是非常简单 其实你刚刚讲的 为之生焉之死 是我们孔子对子路讲的话 这句话讲的并不是孔子拒绝了谈论死亡 而是我们曾经就这个 几乎开过座谈会 好好地讨论这一句话 慧开法师也曾经有过很好的指示 所以尤其是因为子路的个性 子路是个很莽撞 比较勇夫型的 所以呢 当他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孔子对他讲的话的意思是说 哎呦 你这样子冲来冲去 撞来撞去 把活好一点吧 死的事情就慢慢再说吧 就是因人而教 因才施教 有的人是能够跟你慢慢做下 谈天说地 有的人是实在只能在花钱月下 有的人是不同的 有的人是浪漫心 有的人是实干心 有的人就是 完全要因才施教不同的 所以为之生 焉之死 并不是拒绝了讨论死亡 那然后呢 我们真的活在当下 我觉得活在当下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 我们是否可以常常 以一种惭愧感恩的心 真的是 我常常很爱讲 慈悲喜舍 喜福结缘 惭愧感恩 这是个一个 一直带领着我的 就说你能不能够 总是觉得说 好 那大师堂讲说 你大我小 你对我错 你乐我苦 你有我无 很简单 很难做 对不对 每一个你就是说 我最大 哪有人比我更大的 谁承认自己小过啊 对不对 你能够做到说 你大我小 你对我错 人家发脾气骂的时候 你就想好好 乱讲 当是我对啊 你乱讲 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很会的 可是说你反过来想 哎呀你对 是你对 对不起 谢谢你 你告诉了我 这是说 你乐我苦 有时候说 哎呦 冷气坏了 客厅的冷气坏了 房间 大家挤到一个房间去 那你就 哎 你不要跟大家挤到那个房间嘛 对不对 让大家 大家好好的 欢乐的 你就不要说挤到那边去 然后你可以 让自己去承受一些苦痛哦 然后是否可以这样做的话 就是练习耶 要有一个愿意练习接受的心 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这地方 这么难的有人的身体哦 真的是可以学到好多好多 对每一个来的逆境也好 我们接受它 因为唯有接受这个逆境 它是一个转进的机会 对不对 常常我们讲危机 危机就是危险加机会 如果你抓住了这个危险 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就度过了这个危险 如果你放弃了这个机会 你就没办法啦 所以危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它到来 是来带领我们能够突破的 好吗 谢谢 有两个问题 谢谢 对不起 这个既然是晚生向落叶归根 向空山灵月 那是不是 那 晚生的时候 那个嚎啕大咕 最好必要嚎啕大咕 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灵魂是不是有超能力 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跟他的兄弟不和 非常不和 见面四重水火 他母亲晚生 那个晚生之间很久就昏迷了 他 他赶回来奔山 他是飞机 可是他坐那班飞机 就是 就偏偏抛锚了三天 然后他因此呢 他在那个 母亲 他跟战礼 已经举行过了 跟他不和的兄弟姐妹都已经走了 他才一个人 爬到山上的坟墓去拜他母亲 这样子 他这个 跟他兄弟姐妹就没有 在战礼上 那个四重水火 同时呢 然后他兄弟姐妹 那个第一次 去拜他母亲的时候 去坟墓看他母亲的时候 那部很好的车子 去 去抛锚了 可是他自己一个人 去看他母亲的时候 去 甚至走路啊 做 都是很平安地 看到他母亲的坟墓 所以 这灵魂是不是有 这种超能力的 请 谢谢 这个庆祝应该你来回答 所以呢 我们在想说 灵魂有超能力的 绝对有的 然后我在想说 他真的谢谢他母亲的安排 他母亲当然不希望 他们兄弟姐妹 在他的战礼上面 我相信是有这样子的 巧妙的安排 应该这样说 灵魂是有超能力的 OK 至于说你说 是不是他妈妈 把那个飞机弄坏了 或者是把他车子弄坏了 这我们就有所保留 我们只能够说 他会有巧妙的安排 让至少没有 两 没有兄弟之间 这样子 似同水火嘛 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那另外你说 嚎啕大哭 就像我讲的 我在 进进出出 我自己的肉体之后 一下死 一下活过来之后 我的听觉 是完全改变的 我受不了人家 在我旁边 甚至我的邻居啊 我的那个 我再哭到这样子 对我来讲 都是刺耳的 非常非常的痛 耳朵非常受不了 所以说 为什么都有讲说 人死亡 八个小时 在那里 注念的时候 你不必在那地方 这样大声 喊大声叫 是不好的嘛 对王者来讲 他是 在他灵肉 正在剥离的时候 是我自己啦 我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刺耳 好吗 谢谢 不谢 那刚才是 刚刚后面还有一位 你请 我想简单问一下 您刚刚有提到说 人死后49天 会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想 台湾人 就习惯做 做孙 就是每七天 就有一次 那个拜拜 或是什么 请问一下 那个头七 跟每一个七 他大致上的意义是什么 人死后会回来看我们 就这样 OK 这其实在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习俗 是这样子 那你说在国外 国外人死亡 他没有做这个 七七四十九天的啦 那然后这个 我倒觉得 他是为什么 在经典里头 讲到 强调的部分是 因为他是一次一次 提醒王者 提醒死去的人 说你要提起正念 跟着你信仰的菩萨 或者说 你信仰的那个道路走 就是说 像比方说 像基督教 没有这种说法嘛 他们天主教徒 也没有这种说法 可是在我们的佛家里头 或者道家里头 讲的就是讲这个 是带领的部分 讲第一个期 第二个期 第三个期 主要是给亡者 死去的人 他能够 在西藏 藏传佛教里头 他们讲的也是 就是带领死者 他能够一直走 走到他要去的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到净土去 是为了这样子的 那然后 我们在世的亲人 做这个 是为了求得心安 所以就是 生死两安的办法 做法 那也不能够说 所以我也见过的家庭 就是基督徒 一个家庭里头 三个小孩 三种教啊 好在没有第四个 一个基督教 一个天主教 一个佛教 第四个一定是 宾拉登教 那四个吵死了 那三个军事 吵得不得了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们对亡者死去亲友的祝福 你是一直要存在心头的 他是有 他是有超能力的 他可以感受到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年轻人死掉 他可以感觉到 那老太太对他的祝福 所以他记下人家的车牌号码 所以说 这个是这样的解释的 好吗 谢谢 我们是不是 最后一个问题 好 最后一位问题是 这位女士 请 想请教赵老师 在您 是不是认为 自己生的那种怪病 也是上天有益的试炼 那在您濒临死亡的当时 在我们一般人的做法 应该就是 赶快送到医院 或者救护车 请医生来急救 好像 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 您并没有 周围的人也没有依靠 想要请医生过来 帮忙这段 这段经历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谢谢 OK 谢谢 是真的 我真的准备死在我的床上 那个部分 还有就是说 并不知道自己 就是说 那一刻 因为不想动了 完全不 还有就是因为 我没有力气的 我就想说 就这样子死了就好了 还有 我在 因为我病太久了 我等于说 你看 1992年 93年就开始了 就非常严重 而且我在那个之前 我已经这样子 奄奄一息的 病弱 那气弱油丝 太长的时间了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死亡 我因为我不害怕 我准备要死亡 当然也有人就是 讲说 赶快送医院 我说我不去了 我不要去了 我就想准备在我的床上 因为很舒服 那个时候 因为也没有力气 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倒不是建议大家 跟我一样 然后呢 所以还有 你说我的病 对我来讲 我真的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我从小到现在为止 在我生命周期里面 发生的每一件人事物 一定有它巧妙的安排 我常常用这句话 我非常爱 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 有蝴蝶效应 不是吗 墨西哥的蝴蝶 它斩动一下翅膀 巴黎的那些 整个人 整个的气场 都会为它改变 它意思是 所有大家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 我很爱那个 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大家翻开第71页 就可以看到这句话 他说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这种关系的连结 没有办法分割 你切不开来的 就像你无法把微风 从风里面分离出来一样 这句话很感动我 就是微风 你这风在吹嘛 到底什么微风 怎么可以在风里面分出来呢 这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感谢我自己的生病 让我有这样的病临死亡的经验 然后才有这样的 今天充满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download下来 好不好 不然大家写起来很累 亲爱的 我们放上去 这爸爸来生有用 这首诗哦 它是这样写的 它说 老天爷 捏我成形 再用他厚重的大手 小心翼翼的 好不容易的 把我送到这一站 就是人间嘛 它说 去玩吧 去乐吧 玩累了吗 不要紧 记得回家睡觉 最重要的就是后面两句 不要急嘛 既然有人照顾你来 就有人照顾你回去 就是最后两句 不要急 既然有人照顾你来 讲的就是 各位亲爱的 你们坐在这里 有谁记得你是一只大鸟 这样闲着你 然后丢到烟囱 说下去 还是土地公公 还是观世音菩萨 还是妈祖娘娘 带着你到你家 交给你妈妈爸爸的 有谁记得 没有 可是你们都安全 坐在这里 对不对 至于你说 我妈妈生下我的啊 我讲的是灵魂的部分 你怎样来到人间的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标准答案啊 就是 你不要急 既然有人照顾你来 就有人照顾你回去 可是亲爱的 我们怎么回去 我常常说 回去的时候 你可以坐飞机 可以坐船 可以走路 可以跑步 可以骑脚踏车 如果骑脚踏车 走路的人呢 就身上背着太多的 贪嗔痴慢疑 一个我们要回去 能够轻装远行 简简单单 潇洒的不得了 一条牛仔裤 一双布鞋 背个背包 走吧 我们回家去 轻轻松松 把人世间 所有的贪 称 吃 慢 疑 贪念 对不对 称恨 常常嫌人家不好 别人都要死光光 贪 称 吃 你对人家 所有东西 痴迷 不悟 你就是 一往情深在那地方 不管人家爱不爱你 就是爱死他 你不爱我就死给你看 这就是吃去了 对不对 慢 骄傲的不得了 傲慢 贪称 吃慢疑 所有的疑 就你所有的都不相信 所有的都不对 你把这几样不好的放下来 轻轻松松回家去 就是讲的这个 好吗 把这首诗送给大家 不要急 轻轻松松的 我们欢欢喜喜的 大家一起回家去 谢谢 非常谢谢 我刚刚真的一直 想要坐在那边 然后 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 刚刚赵老师的 后面的那个 一首诗 我想是 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当然不是只有在 面对死亡的时候 才应该要有的态度 其实我们在人生的 很多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放下一些 我们平常 不管是贪啊 撑啊 吃部分的执着 因为这个往往是苦恼 往往是 一些苦难的来源 放下这些 让我们的心里得到平静 所以我想今天赵老师的演讲 其实虽然是 借由他过去 濒临死亡的经验 还有过去一些 濒临死亡的故事分享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意义是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 积极正面对待人生的态度 不管是透过阅读 透过思考 透过真爱 透过对于真诚的帮助人当中 让我们在人生活得 更有意义 活得更正面 更美好 那当然这样的 一个态度呢 在将来有一天 真的死亡来临的时候 真的也就放下了 就像说 我们怎么样来 我们来的时候 有人照顾我们 我们回去的时候 自然就这样回去了 所以这种挂碍 在平常就把它放下来 在死亡的时候 它就很自然的去面对 自然的去发生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 赵老师今天给我们 很棒的分享 而且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 希望藉由这些启示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能量 不仅是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问题 而且有更多的能量 去帮助别人 尤其像赵老师跟周爸爸 他们都是 就是在基金会里头 平常帮助人非常多 像我上次在中校医院 那个是为建栋人 所特别设置的病房 也是非常多 大湾基金会这边的人 义工们也都齐聚在那边 希望对建栋人能够有一些帮忙 所以也看到他们面对人生的态度 能够借由他们能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都是让我们非常敬佩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不是只听完演讲而已 听完演讲之后呢 不是只有明天早上起来 对自己的祝福 对别人的祝福 我们希望这个祝福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 那当然这样的演讲的安排 我们要特别谢谢美丽人生基金会的董事长 请董事长为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也很期待董事长 在为我们安排那个超能力的讲座 各位如果记得 过去曾经安排过 现在是台大校长的李四成校长 来讲过超能力的部分 不晓得什么时候还有机会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因为我今天中午主持一个婚礼 不好意思 那么我不应该在最后还要耽误时间来讲话 但是我想 我真的刚刚 我很觉得很荣幸能够邀请到翠惠来演讲 然后馆长愿意亲自主持 当然还谢谢周爸爸周妈妈来 我觉得翠惠讲的这个题目是很特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很老的朋友 但是最近他才告诉我这整个他生病的过程 因为他以前在国外 那所以回台湾以后 他一直重病 我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做朋友的 真的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 但是他这个遭遇实在是 我觉得可能大家跟我一样 听了都觉得真的很值得讲给我们听 那事实上在平行死亡中心的这个一个他们的个案里面 很多很多案子他们把它汇集到一个结论 那么我觉得上次一个统计 说每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都曾经在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困境的时候 你都会想到自杀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 其实比例非常高 我自己也曾经想过 当我小时候功课不好的时候 我想死了算了 但是呢 翠惠告诉我们活着真好 就真正死亡的人 要死亡的人 不管他是生病还是自杀 在那一刹那中间他所经历的 他回来告诉我们 我觉得真的是觉得真的是活着真好 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不是只有对在座的各位讲 希望您回去之后也跟任何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 你孩子的同学等等 如果任何人他是在一个困境中或重病中 那么可能他会有很灰心的念头 说不要忘了也把今天我们演讲的一些重点 转述给他们听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真的很需要 因为大家打开包装材质 现在自杀忧郁症的都很多 我们怎么样去关怀他们 我想可以把翠惠跟我们讲的东西转述给他们听 也许无形中我们就救了一条命 也不一定啊 或者是请他们跟周大官联系 基金会联系 或者跟我们基金会联系也可以 我们都很愿意来协助 我想我们要多讲 很谢谢今天大家来分享 下一次我们今年度的最后一次是12月16号 也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 同样地方同样时间 也欢迎大家再度光临 我们基金会也会打电话给各位 如果你们有连电话号码的话 谢谢 非常谢谢李董事长 那我们最后再热烈掌声来 谢谢赵老师 谢谢 谢谢周大官联系金会 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那别忘了 12月16号